这课讲的是到了1956年 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以后 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 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上次提过 中国的工人阶级 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 当时在全民所有制工作的工人阶级 是那个时候 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受惠者 我提过 从总体上讲 工人的政治地位 那是和49年以前相比的话 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地位 也是当时除了干部以外 相对讲是比较高的 那么农民阶级呢 上次我也提过 1956年到了1956年 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这个过程 所以农民呢 是在我们建国以后的 也是有着一个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是呢 由于合作化以后 这个正在这个所谓探索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农民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状况呢 是普遍低下的 也就是形成一个反差 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低的经济地位 但是呢 农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因为经过建国以后的阶级化增呢 我们农村中占多数人口的贫农下中农 是农村人口的多数 虽然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贫困 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 他们的政治地位 弥补了他们经济上的生活的缺失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虽然在1955年以后 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已经基本固定化 农民是不能自由流动到城市的 农民的子女 基本上是应该适时代代勿隆的 但是他在政治上 他获得的感觉 还是很好的 那么干部群体 包括这个军队干部群体 是我们社会的中间力量 所以他们是有最高的政治地位 有最高的经济地位 那么我上次提到 作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1956年到57年 全国一共的人数是500万 500万 多数是底层知识分子 就是小知识分子 中小学教师呢 小学教师 这是占多数的 那么知识分子的情况呢 可以啊 可以吗 你帮我给你看 在这儿呢 好 我继续讲 请就同学帮我 那么这次阵子的情况呢 是 这个我们双管取下 这个怎么开的 知识分子的这个 从总的讲的话 他的这个生活状况 行不行 差不多 这是开了 我现在已经把它 按了 里面有电池 它亮的 现在是亮的 这两个都用 开了 开了 这个也开了 我用过 我很熟的 变远就开了 好的 这是已经到最佳状态了 两个都用了 这个全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呢 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 应该说 在国内当时 应该说 除了少数的 高级知识分子以外 少数高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生活标准呢 一般的生活状况呢 和我们的一般工人情况 相接近呢 跟工人差不多 差不多 稍微越高一点 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呢 是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 尴尬 所以有一些知识分子的 感觉 我们当然是通过 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 可以知道 就是当时的 他们的一些感觉 是比较压抑的 那么最重要原因呢 就是建国以后 持续性的 针对知识分子群体 开展了一系列的 思想批判运动 所以知识分子 是运动的 一个主要对象 所以 所以他们的工作 虽然比较稳定 但是呢 他们的政治地位 是尴尬的 是尴尬的 那么我今天呢 就 就要把这一块 给同学们讲一讲 就是四九年到五六年的 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状况 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啊 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保留了一部分私有经济 但是 从解放军进程开始 就明确的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没成立了 就是我们新政权 新政权是以 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所以 虽然还是在 新民主主义时期 但是它的意识形态 已经定为马列主义 当时毛泽东思想说的不多 有的时候说 有的时候不说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毛泽东主席 他有一个改造 当然不仅是他了 包括 以他为代表的 这些共产党领导同志 他们对中国有一个设想的 他们要把 在这一块 图画上 要汇 我用毛泽东西的话讲 要汇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有一套 自己对中国的 那个设想 改造的设想 这个改造的设想呢 也就是说要 简言之 就是要 彻底的清除 中国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 增上的 过去年代 留存给他们的 那些思想印记 印痕 就重新改变思想 我们人已经进步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阶段了 可能我们好多思想 还是过去的 或者是所谓 分建主义的 什么帝国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工程 转变思想的一个工程 巨大的一个 思想改造的一个 一个工程 或者一个实践 那么 当然 这些领导同志 都是坚信 什么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等等等等 这里我就不讲了 那么 简言之 就是要确立 新意识形态的 新秩序 意识形态 新秩序 共产党在政治上 已经取得一个 领导地位 经济上也开始 进行一些 革命性的改造 那么思想上 必须要和这些同步 那么就是要建立 意识形态的 新秩序 这个意识形态 新秩序呢 就是以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方针 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首先改变 知识分子的思想 进而改变 全民族 全中国人的 思想 也就是要 重新改变我们 一个对过去 现在 将来的 所有问题的 一个认识 比如说 一些很简单的 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都要重新 重新拟定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 一般性的看法 那么 我想这个工作呢 从四九年开始 就开始了 当然 应该说 它是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所谓双管齐下 就是 积极性的方面呢 主要是通过 一个批判 对立面的 这样一个形式 进行的 一般性的宣传 对人的影响不大 听也听 听了以后 东而进 西而出 它主要是通过 批判对立面 批判对立面 就选择一些 斗争的把子 来进行这种 大规模的思想斗争 进而教育知识界 进而教育 全国人民 基本的模式 是大破大立 通过破 就通过批判 来确定 新思想意识形态的 这个秩序 那么我真的要先讲 建国初期 当然事情非常非常多 又是抗美援朝 又是土地改革 又是什么什么 三反 三反五反 是紧接着来的了 又是要恢复经济 事情非常多 千何万幸 但是毛泽东主席 对这个问题 是高度重视的 从来一天都没有放松 那么 那么一九五一年 毛主席选中了一个 一个突破口 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呢 是我们建国以后 思想文化领域的 第一场斗争 这就是通过 对一场电影的批判 首先来出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 叫批判 武训传 这个思想斗争 武训传听过这个事情吧 中文系的同学可能知道 文科的一般同学知道 武训 是我们清末山东的一个 行器 就是通过要饭来办学的 这样一个古之 我们一般称之为是圣人 因为他是出生农家 生之农民子弟 没有读书 而带来的生活各方面的痛苦 所以呢 他是通过行器 要饭的方式 给人磕头 这种很卑微的方式来办学 这是很有名 三零年 就是清末以来 大家都知道武训 一般都认为 我们的社会 一般的价值观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 从来没有人说过 武训是一个坏者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武训肯定是个好人 他没有为自己 去谋什么什么东西 他所有磕头 去募来的钱 去办学的 所以他是圣人 那么三零年代呢 有我们一个 二十世纪的一个 大家也认为是教育界的圣人呢 是对他的行为 是非常的鼓吹 非常的推崇 这就是我们今天高度评价的 那个著名的教育家 陶星之先生 陶星之先生在二十年代后期 在南京郊区小庄师范 今天是小庄学院 就开始了他的一个 就是所谓农村教育的一个改革 他多次的 不断的提倡武训精神 武训精神 那么这个电影呢 在五十年代初 上海一个电影制片场 就把它拍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的 这些电影工作者和编剧们 他们想当然的 他们说啊 武训 武训是为穷苦人办学 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可以表扬的 所以呢 还请了一个著名演员 赵丹 赵丹听过吗 赵丹是扮演武训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呢 上海的报纸 全国的报纸 都给高度评价 那么毛泽东主席 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发现了 1951年5月 毛泽东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党的干部 特别是上海的 一些文化宣传的干部 这当时是 作为一个重点的 一个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文化界的 一个老同志叫夏衍同志 夏衍同志跟这有关系 他是当时上海军管会 负责文教电影工作的负责人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那么他们的 无产阶级意识 已经模糊到何等地步 武军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奴隶主义 改良主义 不从根本上去推翻 万恶的地主阶级统治 而是用这种方法 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 这是毛主席大概的意思了 你们可以查一查 就是一下子 就把这个问题的高度 就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那么这个高度一起 提出来以后 江青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江青 江青在建国初 他曾经到苏联去看病 看了一年多又回来了 当然新中国气消万千 他也不太愿意就在中南海里面做主席夫人 每天的生活是天天一样 虽然吃得好什么好 但是没有意思吧 不参加积极的改天换地的生活 所以他也有点遗憾 所以他多次跟毛主席提过 他想参加工作 想参加工作 不要做太太 那应该也是不错 那么给他做了安排 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要求下 给我们江苏的 无锡的当时的一个领导同志 叫陈碧显同志 陈碧显呢 是当时我们江苏省 还没有建设 江苏是由三块地方组成的 苏北地区 叫苏北行属 苏南行属 和南京市 江苏由这三块 在1952年年底建设 所以陈碧显同志 以后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 毛泽东主席给他写信 说江青呢 想过来看看土改啊 等等啊 那么给予一些 就告诉他 陈碧显对江青当然招待得非常好 就一直是让江青坐在他的家里面的 那是最好的一种安排和照顾 那么江青呢 也短期的在无锡一带呢 也了解一些土改的情况 那么这个土改完了以后 回了北京又没事了 这没事是很难过的 衣食无忧 也不要做饭 等等啊 当然因为他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了 以后安排他到中宣部 中宣部的这个电影处 做一个副处长 副处长 地位也很高了 地位很高 因为当年做处长的一般都是 三零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 那么当然他是不需要上班的 愿意去就去 不愿意去就不去 那么江青呢 看到这个批判武讯传 又是一个电影 又跟他的专业好像搭一点倦 所以精神焕发 精神焕发 大家可以理解吧 天天没有事 现在有一个事 那很兴奋的 所以自告奋勇 率领一个调查组到山东去 调查武讯的罪恶历史 经过他的调查 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武讯是一个大地主 大恶霸 大流氓 三大 有个武讯大查报告 另外呢 江青呢 还提出来 要歌颂一个正面人物 就是当时在山东地区的一个农民起义 叫宋锦诗 宋朝的宋 分锦的锦 诗歌的诗 过去人们一般对宋锦诗 从来没有认为他有多大意义 相当于一个流寇之类的 但是经过这个 我们要换思想 换了思想以后 过去的流口就是农民起义 大家理解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论说建立 新解释系统重新建立 全国人民要开始接受这个新论说 新概念 当然我这里再插一句 1951年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重要文章 纪念太平天国多少多少年 太平天国今天起一百年 从此建立了一个太平天国的新解释系统 然后以此类推 重新建立中国近代史的新解释系统 大家理解吧 弘扬之乱 过去叫长毛之乱 对不对 毛泽东主席年轻的时候 在长沙读书的时候 最近那个电影中一点都不提了 那个电影当然不错的 这里我们去展开对电影的评价 叫恰同学少年 但是毛泽东主席在读书的时候 是非常的遵从曾国藩 武力荡平弘扬之乱 就当时的价值观 还是一个传统历史观 大家理解吧 他还没有高度的看到 弘扬农民起义的伟大革命精神 反帝反什么什么都没有 那是以后的事 三零年代以后的事 年轻的时候 长沙时没有 所以五一年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作用 从此奠定了 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新叙述 大家以后从此 全民都要建立这个新叙述 比如说 能不能说洪秀权是一个权 什么什么长毛呢 不对的 阶级感情有问题 阶级立场有问题 他是伟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那么我就举这个例子 那么毛泽东主席是通过这样的事 开始一个新论硕的一个重新建议 开始 那么江青去了以后 精神焕发 这个 他得出结论 吴迅是三大 大流氓 大土匪 不 大流氓 大地主 大流 什么什么大恶霸 那么 由于毛泽东主席 那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 所以这个 对吴迅传的批判 全国就开展了 所有的知识分子 主要是 一些特别有名的 当然 著名知识分子 都在报纸上发表 对自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批判 批判自己 那么 当然不仅是大知识分子 包括一般的中小学老师 都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那么 这是开启了建国以后 思想领域的第一场斗争 那么经过三十年以后 胡乔木是八零年代 到现在一般也认为是 意识形态非常正确 传统一般都认为 他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统治 他是八十年代的 中央书记 主书记 他对这场运动 做出了重新的评价 他认为 批判武训传 这个运动 是简单的 是粗暴的 特别是对陶行之同志 对陶行之先生 非常不公平 陶行之啊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的 很了不起 很伟大的一个教育家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一直同情中共 帮助中共 那么建国刚刚开始 就对陶行之进行大批判 那么胡乔木认为呢 是应该为陶行之先生 重新证明 给他恢复名誉 就在这个过程中 又发生了一件事 又是跟电影有关系的 这个电影呢 也是这个五十年代初 拍了一个电影 叫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同学听没听过 没听过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乌序违心 慈禧太后光绪帝 光绪帝如何想违心变法 还有他的什么真妃啊 这样的一些故事 然后呢 老太太呢 如何从中作梗 反对变法 清宫秘史 拍的是很不错的 反映了在我看的话 反映了当时很高的一个水平 演员的这个 演的也相当不错 这个电影呢 本来是准备 全国性批判的 突然以后就没有批 就停演了 只是停演没有批 十六七年以后 文革爆发的时候 这个电影重新拿出来 作为批判刘少奇的 当时在刘少奇没有点名之前 他有一个固有的称号 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 经过毛泽东主席的多次修改 当时的文革的一个干将 一个所谓理论家 叫七本语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批判轻功一时 拉开了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运动 刘少奇在一九六年八月 倒台以后 始终是政治局常委 也没有正式宣布 把他免掉 只是在家里面 每天闭门思过 但是到了六七年三月 开始了对他的 全面性的大批判 但是没有点名 他的代词 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那么拿的也是 清空密集 硕士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十年代初 中南海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刘少奇对这个电影 曾经表示过欣赏 欣赏 那么 毛泽东主席知道 这件事情以后 心情不高兴 不高兴的 那么毛主席 在五三年五四年 我上次也提过 在关于新民族主义问题上 和刘少奇同志 发生了分歧 所以毛泽东主席 在五三年五四年的时候 曾经提过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 实质是卖国主义的 清空密室 到现在还没有批判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刘少奇曾经称赞过 清空密室 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电影 当然以后刘少奇说 他根本没有说过 这是有小人在里面 拨弄是非 因为毛主席什么事都知道 刘少奇旁边讲了什么话了 他都知道 所以这是刘少奇看电影时 讲了一句话 叫做 这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 就报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了 毛泽东主席可能还考虑到 刘少奇的面子 所以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 没有对这件事情批判 六七年正式进行批判 所以六七年 我看这个电影 是在一九六七年看 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 拿出了几部电影 拿出来批判 很有意思的 一部是清宫秘史 当时的我们都是处在文化饥荒时代 除了看样板戏 没有电影看 看得不一乐乎 非常高兴 但是大家都不说好 就看得很高兴 这是作为反面教材 公影的 我在今天的南宫 就是当时在南宁工学院 就今天的东南大学 那个大礼堂里面看的 第二部电影 也是全民都很爱看 就是刘少奇和夫人访问印度里西亚 这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六三年六四年以后 少奇同志了 这个作为国家主席 带来王光美同志 经常访问东南亚 最最成功的一次 拍了一个当时叫五彩电影 当时我们的词叫五彩 五彩就是彩色电影 就是刘主席访问印度里西亚 这个电影呢 这个也是六七年以后 全国重新公民 大家看着也是非常乐意的 但是看的时候呢 对王光美同志 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为老百姓不去注意 王光美同志的外交分采 只是注意他 上午换了一套衣服 上午又换了一套衣服 晚上又换一套衣服 所以我们的老百姓 都是没有出息的 就是专门注意这些生活小节 一会儿穿那个高跟皮鞋了 一会儿是什么东西了 当然这是有由头的 因为江青在文革初期 宣泄他对王光美同志的 不满的时候就说过 他显出了一种 非常受到极大委屈的样子 说过 他说我叫他不要戴项链 他就是非要戴 所以大家都很注意 王光美的那个项链 所以这个江青到了 这个六十年代文革以后 全是激动膨胀 说起话来 已经是到了信天游的地步 信天游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不在我 所以引导大家去关心 王光美的项链 所以这个项链成了一个文革中迫害王光美的一个非常非常的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线索 1967年3月 经过中央的批准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子 华大富 这人是我们江苏人 苏北的 他是文革中的红卫兵领袖 非常大的大的领袖 五大领袖 他在清华大学召开了20万人的批凳王光美同志的大会 20万 而且派下了电影 当然这个电影最后经过中央的讨论 可能中央的考虑是没有对全国人民 今天一定还在我们的一个党案库里 当时是拍下来的 因为领导同志也要看看批凳王光美怎么批凳的 王光美同志就给侮辱性的带了一大串乒乓球的项链 一大串套在身上 仇化他 这都是江青 要报那个仇 就是没有听他的话 叫他不要戴相恋 他还戴了相恋 所以你们看这么 讲起来文革又是反修防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最后呢又和这些机场小肚的事情都绑在一起 这很处杂的事情 要一层层脱离了 那么 这是我讲的第一场运动 其实呢 我下面要讲的 其实在这场运动之前 正面齐倡的学习运动 就已经随着我们人民解放军 进军全国 就已经开始 我现在五星传停止了 现在讲下面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解放军到了哪儿 我们就要建立兴趣去 对不对 要建立兴趣去 建立兴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镇江 镇江的中小学要不要开 上课 要上课吧 怎么不上课呢 要维持社会秩序啊 小学生还照样上课 中学生要上课啊 上课以后上什么东西呢 老师要不要学习啊 那解放军已经进城了 军管会的通知都出来了 要不要赶快 还是学国民党的本子啊 学国民党的教科书吗 不是的 1949到1950我们已经集中了一批老先生在党的理论家的指导下重新编写大中小学的教材 包括语文数学地理什么什么等等全部重新编 包括叶胜涛同志 等等都参加的 就紧急编教材 你不能再用国民党的本子了 对不对 数学还可以用 什么解析几何还可以用 那个就不能用了 所以 但是本子是很快 在没有编好本子之前 是可以学其他东西的 第一年级同学还好 就教一教什么人啊 手啊 口啊 马 这个没问题 对不对 高年级同学 其实就是学毛主席的著作 学报纸的社论 对不对 新旧社会 换季换代的时候 那么老师呢 当年的那些老师一下子教他教这些东西 他还不熟悉吧 不熟悉啊 多数的我讲国统区的那些老师 中小学老师 他很不熟悉 这一套毛主席的什么新民主主义论啊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了 所以军管会 全国各地都一样 这不是哪个地方 就开始了对中小学老师的大规模的学习运动 晚上学习 星期天学习 假期学习 从49年就开始 这个时期的学习呢 是比较温和的 也就是没有选择斗争对立面 那就是正面学习 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应该学习什么呢 首先学习 埃斯奇同志的社会发展史 埃斯奇啊 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简单的通俗性的小册子 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 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时期我们一些红色教授非常忙 奔赴于全国 主要是一些大中学 大学 像埃斯奇啊 像这些 都是天天在各个高校做报告 因为那些大家都需要 你不能再讲老的了 要讲新的 新的话就赶快培训青年教师 要用新的一套解释体系来上课 那么这个 这个学习呢 从49年一直学到51年 学到51年 到了1951年呢 光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学习 一般性的学习 可能需要改变 所以呢 到了1951年 也甚至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 事情非常多 工业 农业 外交 朝鲜战争 土改等等 真的是千头万水 但是老人家对这些 思想领域的事情是高度重视 就发起了一个新的运动 大规模的运动 要比武训传的运动要大得多 覆盖性的一个运动 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前面只是学习运动 只是学 还没有提到改造 就一般性的改造 现在呢 就直接提出来 要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那么这个运动呢 前后进行的时间是一年时间 一年 1951年的10月 进行到1952年的10月 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多少呢 全国的知识分子 就是初中以上 都叫知识分子 因为当时我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 最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高中就不得了了 就是大知识分子了 大学的话 大家要仰慕的看 真的是仰慕的看 高级知识分子 差不多是10万人 我认为这个数字还大了一点 应该叫中高级知识分子 全国10万人 普通小知识分子 总数合在一起 200万人 包括农村中的乡村的小学老师 这是大多数 小学老师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 一个最大的群体 所以这个群体是很有意思的 建国以后 我到现在也很少发现 我们的一些学界的朋友 学界的一些什么研究生 博士生 老师 去研究小学老师 他们的目光都是盯到那些大人 大专家 大学者 小学老师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群体 最和几层人民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生活的 应该讲这个标准是较低的 较低的 但是他们又是历次运动的 最大的受打击面 受打击面 因为每个地方都要搞运动 搞运动就要搞出个百分比 搞个百分比 我们张春小学就要搞一个三个反个命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搞来搞去 他们都是一个主体 运动的主体对象 那么我上面要讲了 这个运动 它是伴随着土改和正反运动 进行的 也就是在土改和正反运动 结束以后 马上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这也是毛泽东主席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一切要趁热打天 趁热打天 你不能是一个运动搞完以后 大家没事了 没事以后又舒服了 一个运动快结束的时候 掀起第二个运动 第二个运动快结束的时候 第三个运动上来 始终让我们保持紧张状态 紧张状态不是负面词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就是要紧张 不紧张就没有精神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毛主席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治国方法 治国的方法 就是通过搞运动 来进行一个对国家的一个治愈和改造 这个我们不展开分析 这是它的中国特色 那么这里要讲了 为什么要搞这个运动 我前面讲过1949年 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跑的人中间 有一批反动知识分子 包括反动学生 对不对 我们看真正反动的都逃跑了 他留在大陆的就是不太反动 或者是愿意接受新社会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 大家能想通吗 真正反的不得了的 手上有血债的 杀过共产党的 他自己逃跑 你不要讲他就逃 他知道的 对不对 当然也有一些人 他这个信息不通了 他以为他可以谋讯过关了 这不穷乡屁了 我们很多土财族搞不清楚 偷老笨 这没办法 知识分子要比土财族要聪明一些 对不对 特别反动的知识分子都逃掉了 我讲的特别反动的知识分子 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集中在国民党的反动的党里面 和军队里面 政府里面 真正反动的是在国民党体面 而不是在一般的大学 中学 什么教师啊 不在这些人中间 比如说我讲 有一个特别反动的知识分子 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 著名的代表人物叫张道凡 张道凡听过吧 这个人又是 亲戚出话都行 又懂法语 在法国留学 张道凡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他真的是反动特别 反动到极点 他自己在写的遗嘱时讲 他死的时候要变成一个利贵 厉害的利贵 利贵 还要紧紧盯住毛主席 你看他这个个反动吧 他这是反动的不得了的 像这样反动的是个别的 在我看的话 多数人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多数人没有 他没有化为对某一个个人的 这么一种刻骨仇恨 大家理解吧 他对你这个思想体系 有怀疑 有排斥 他还没有说他要变成一个利贵 盯住哪个人 我就见到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张道凡先生 他要变成一只利贵 毛笔写着手术 就是他真是刻骨仇恨 他是知识分子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般的 我的看法 留在大陆的准备接受新社会的 都不是很反动的 只是他们和我们新一系型态 也许有思想上的差异 但是他们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甚至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 那么我上次讲过 我们新中国这个在建国初期 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创造了一整套 非常成功的经验 比苏联的 比其他国家的都成功 这个成功是什么呢 简言之 就是包下来 先包下来 全部包下来 包下来 稳定下来 慢慢清理 这个包下来 这个特别重要 就先 有饭吃 包下来 那么这个政府把这些 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包下来了 当然一般的大学老师 中学老师 小学老师 还好 你基本上当老师的 还是当老师 但是社会上有很多的 那些 随着新政权建立 旧政权灭亡的 一些和旧政权有密切关系的一些知识分子 大批人就失业了 新旧社会更替的时候 很多人失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我们 我们江苏城党报 原来在掌心街口 叫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在49年以前 就是中央日报 那么中央日报的记者 见过以后 有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凡是跟国民党 搭一点编的这些 什么记者了 编辑了 全部失业 都失业了 那失业对他们怎么办 要不要给饭吃 这个时候还没有 49年50年的时候 还没有清理工作 还在准备阶段 还没有做事 以后都好解决 送到监狱去 全部把他们送过去 但是刚刚出气没有 稳定下来 保安 如果送他们走的 他们就逃跑了 大家理解吗 建国初没有 所以呢 我们建国初呢 首先 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 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造工程 当然是不是伟大 我不知道了 就是很巨大的 一个社会改造工程 把社会上的 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 除了你有工作的 继续在工作以外 我们给你安排到 两种大学去 两种大学 上次有一个同学 在我课间休息的时候 问我 我说我 以后上课会提到 这两种大学 是什么性质大学呢 当然不是像什么 中央大学 金陵大学 这样的正规大学 是一种新型的 思想改造类的大学 第一种大学 叫革命大学 这是全国的 这是一个革命的 一个改造模式 全国各地都有革命大学 简称革大 所以我们要听 有的老同志讲 我是革大的 你马上想 他肯定是国民党残杂欲猎 因为进各大的 都是有问题的人才进 懂吗 有的老同志 稀里糊涂到现在 他说他很骄傲的 说我是各大的 各大管理人员 就是各大的班长 什么组长 就是校级机关 那是老干 一般的学员 都是和旧社会 有关系的人 送到那去审查的 所以你们同学 搞不大清楚 我是各大的 这个不要 要想一想 第二种大学 叫军大 这是好大学 性质完全不一样 人民解放军的军 军大 军政大学 我们江苏的 整个这个华东区的 这个最大的军政大学 就在今天的 我们那个南行 那个叫什么 五朝门 是不是五朝门 五朝门啊 五朝门原来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空地 现在也是一个什么 那里原来就是军政大学的旧职 分别招收不同的 类型的人 清中国 气象万千 用人之计 要用人呢 特别是随了大军南下解放 我们需要干部 需要县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小科员 小科员都要的 所以这些人从哪儿找呢 你不能从地主那儿找啊 所以两类 青年人 只要是高中毕业 或者不是高中毕业 等等等等 参加一个基本考试 只要自己不是反动派 家庭成分是地主富龙 都没关系 都可以考军大 考军大 党的在那个时候 是很宽大的 因为是用人之计 用人之计 旧人员 全部进 各大 各大 我现在不讲军大了啊 军大以后的这个情况又在变化 到了52年 53年 53年以后 成分不好的 家里是地主的 那些就是参军的人 基本上做得清楚了 清楚 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公农子弟兵 这是人民军队的性质 如果家里面是个富龙子弟 都是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 五十年代初 经了军大的 也当了一个少位的 53年 54年 全部转业 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规定 那么我下面讲 这个 进了这个 各大的这些同志 就开始了 思想 学习 改造 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讲的这些一部分 那么对全社会呢 我下面要讲 就是这个工作 到51年 就加快了 实际上 他都是一个稳步进行的 早在50年 1950年 就已经 甚至49年开始 党和国家就开始树立先进的知识分子典型 引导广大知识分子 当然 这个知识分子也不广大 全部总数才200万 当时差不多5亿人口 200万人口是非常非常少的 引导他们要比学赶帮啊 当然比学赶帮这个词还没有 是58年才有这个词 就树立典型 总要树立一个典型 那么树立几个老典型 这个老典型 比如说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先生 大家听过吧 著名的美学家 朱光潜先生 在1949年11月27号 就在人民日报 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 新中国刚刚建国两个月 费小通先生 大家今天我们都认为 他是中国社会学的 什么奠基人的等等 我们尊敬的费老 50年1月30号 在人民日报 发表自我批判文章 朋友蓝先生 1950年3月 在人民日报 发表自我批判文章 就是他们都是大人物 大教授 由他们引导 这些高贵的教授 在国民党时代 简直是不得了 社会声望不得了 蒋介石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他们乖乖地 低下他们高贵的头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伟大成就 大家理解不理解啊 他们都是敢于顶撞蒋介石啊 又是判路什么什么 发火了等等 新中国刚成立 每个人都老老实实 写出自我交代 自我批判 当然我们下面要分析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那么还有一个 一个接触的文学家 可能同学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叫曹宇先生 曹宇先生 这个两个最有名的代表作吧 我问大家 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呢 对 他老人家 曹宇先生 当时他不是曹宇先生 曹先生 四十岁左右 曹先生首先拿自己 这两部反动作品开刀 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 曹先生1950年10月份说 他说拿工人阶级的探照灯 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词汇 拿工人阶级的探照灯 以后发展到 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探照灯 对自己照一照 发现自己全傻肮脏 这是我们文革中间 六十年代这个词又发 叫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显微镜和放大镜 照一照 最后发现自己里外不是 要特地改造 特地改造 曹先生是 他们都是还是努力愿意的 这些人不是说没有自尊心的 他们有自尊心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们心里接受了 接受了新解释 以后 费销通先生在晚年快死的时候 他有一个访谈 这个访谈在前几年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但是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时候 删减了很多 他的全文里面也提到 他说这个四九年以后 有一个这个 就是大的这个解释体系 给我们来了以后 马上自己就知道 自己是必须要投降 他说我是代表我那个阶级 我那个知识群体投降的 发现自己一无是处 他说不仅是他 连潘光淡先生 潘光淡同学们听过吗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也是信心理学家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学者 潘光淡先生 都是一样的看法 觉得自己完蛋了 彻底是已经成了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所以一切要重新学习 就是一个巨大的 具有逻辑力量的 这个新解释体系 在四九年五零年初 五十年代初期 是有巨大的增幅性的力量 增幅性力量 他有两个现实层面的东西 做支撑 同学们 要有现实层面东西 做支撑的 一个苏联的强大 苏联的强大 当时人们也搞不清楚 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联能打败西特勒 伟大苏联强大得不得了 斯大林是世界上的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支撑 第二个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两个一支撑 再加上一个新解释体系 这后大家用非交通话讲 就是投降 投降 那么我下面要讲 这个曹宇先生 是怎么自我批判的 他说这个 雷雨啊 危害太大 自己太痛心了 因为这东西都害人民 他说日处呢 日处啊 这个话剧啊 也是错误很多 为什么会错呢 他刚刚学习 学习了一年多的 马力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已经会讲了 讲得头头是道 他说是因为我不知道 中国革命的性质 任务 动力 前途 不知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讲的也是对 完全是标准答案 可以打一点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知道中国革命的性质 动力 前途 任务 就你们今天要学什么那个课的时候都要讲的吧 性质是半殖民地 半分建 什么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新民族主义革命 旧民族主义革命 还有一套解释体系的 那么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错误自己已经知道了 因为他不知道 要挖 一般我们讲要挖思想根源 第二个要挖什么根源 对 你们都不错嘛 要挖阶级根源 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谈起 那光是思想根源还不深刻 要挖到阶级根源 阶级根源从家里出身谈起 最后他说 因为自己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是所有问题的增见 因为成本不好 这是曹宇同志 1950年的十月 后来以后曹宇晚年自己 对自己 他有个对谈 他说他自己建国以后 什么都写不出来 都写不出来的东西了 思想已经完全是静负主了 休息会儿 休息 休息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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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上课了 好的 我继续讲 这个建国初的思想改造运动 刚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说 这二百万知识分子 都是非常乐意 接受新解释 乐意学习的 我们到今天没有资料显示 到今天几乎 很少看到 有所谓知识分子 对新学习运动 采取抵制排斥态度的 没有 没有材料 相反的是各种各样的材料显示 当年他们是多么乐意 学习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太新奇了 跟他们从小长大的 以后从家庭 从社会 从学校接受的教育 完全不一样 非常新奇 很多人他们接受这套解释 比如说 有的知识分子 他一开始觉得 他说我家的父亲 是国民党的一个局的 财税局的副局长 但是他从来不贪污 从来不贪污 他非常严洁 我们家里经常没有米吃 但是军调表告诉他 你父亲更可恶 更坏 为什么呢 他如果贪污的话 能激起人民的反抗 他不贪污起一种美化 维持旧秩序的作用 真的是当时 有很多这样的解释 就像我们六十年代 大家知道 有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 清官和贪官 哪一种贪官好啊 贪官好 贪官就是旧社会的贪官 它的越贪越坏 人民就起来革命 它越不贪 越是伪散 人民就被麻痹了 所以要有这种新观点 这种新观点非常新奇 很多人是一辈子都没听过的 这个是呢 跟我们几千年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认识观 是不一致的 所以很新奇 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啊 他不排斥 这个讲得非常有道理啊 怎么自己原来都没想到呢 于是叫好好学习 所以我看到的 这些大量资料都说明了 就是当年的知识分子 都愿意学习 同时呢 他们学了以后啊 都乐意讲 很快就把这种新学习 变成自己的那个 比如说原来当老师的 他就很自然的 融到他的那个工作中间去了 而且一下子呢 出现了许多 叫学习积极分子 学习积极分子是个固有名词 专有名词 在50年啊 49年的时候啊 各个单位经常会评比 学习积极分子 发个假状 等等 所以一时间呢 这个学习积极分子很多 还有一点呢 我想同学们都知道 知识分子呢 当然不是说全部 但是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 都有一个特点 就喜欢说 喜欢说 当然毛主席批评他们 说他们是夸夸气谈 往坏的方面讲 叫夸夸气谈 往好的方面讲呢 就愿意表达 对不对呢 就很多知识分子都愿意表达 所以呢 这种愿意表达 又是满口新名词 就让很多老干部 心情非常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老干部 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 但是他们都是老国民 38年的 40年的 还有35年的 当然主要是抗战之期的老干部 苏北来的老干部 没有什么文化 就学习过 私俗度过两年或者三年 这还算比较好的 还有一些完全不是字的老干部 那么听到这些知识分子 臭知识分子 满嘴新名词 一肚子老火 一肚子老火的 当时就有这个词汇了 臭知识分子 就有这个词汇 所以这个心情非常不高兴 而且内心是脾气他们 有很多材料 就是非常瞧不起 那么这些老干部呢 当然他们就是 他们的特点是对党无比忠诚 无比忠诚 但是呢 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建国初 下眼同志 在上海市委 做宣传部负责人的时候 当过一个 一个时期的 宣传部的什么副部长 部长之类 他有心提高一些 工容同志 也是各个局的干部了 各个局的负责同志了 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给他们搞一次文化测试 最大部分人都不及格 都不及格 五零年代做过很多的 这种干部的知识测验 绝大多数都不倾诉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党 很多老同志说 叫农民党 事务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是分吹日赛 他就是特水平 但是他们是忠诚的老同志 党非常信任他们 这样的同志非常多 也没听过马克思 或者最多听过马克思一个名字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当然以后 为了改变老同志的 知识欠缺的这个情况 党和国家做了巨大的努力 办了很多数城小学 数城中学 从数城中学里面 再选拔一批同志 进大学学习 叫功龙吊干僧 从干部中调来的 功龙吊干僧 我们南京大学有很多老师 当然就是我的老师的一辈 现在都退休了 原来是派出所的民警 什么什么等等 他们以后都是教授了 他们都是当年的功龙吊干僧 所以他们进来以后 当然是充满革命精神 也看不起这个老教授 老教授什么三零年代 哈佛毕业的 他也看不起他们 当然老教授不敢看不起 心里看不起 大家知道吧 这就是有矛盾的 两个不同的群体 知识背景完全不一样 那么 初期这个运动 是比较温和的 正面教育 但是这个运动 前面我讲 它是和正反运动 是交叉的 正反运动交叉的 正反运动发生 就是开始以后 气氛开始变化 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 越来越少了 开始很严肃了 为什么呢 因为革命大军里 不断地有反革命知识分子 被抓走 大家理解吧 反革命知识分子 在这儿学习的 调查的 交代问题的 公安局抓走了 今天抓一个 明天抓三个 越抓 抓了以后 留下来学习的人 就再也不夸夸其谈了 大家懂吗 气氛发生变化 气氛发生变化 那么 经过这个 肃反运动 我们的这些 知识分子同志们 夸夸其谈的 所谓夸夸其谈的同志们 现在再也不敢 对工农干部 瞧不起了 因为工农干部 掌握他们的 生杀大权 叫他们的 评语章写一条 他就进公安局去了 因为那些工农干部 基本上都是负责 人事组织的组织 大家懂吧 写档案的 写鉴定的 该鉴定的 那么 随着这个 正反运动和 抗美援朝运动的 这样一个 一个高潮 毛主席就决定 发动这场运动了 这个运动 它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的 二百万知识分子 基本上接受的是 分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教育 这些 二百万知识分子的 知识 他们的世界观 都是资产阶级的 这基本定性 不要看你是 学习积极分子 你的世界观 是反动世界观 不是说你学会 几个新概念 你就成了革命者了 完全不是的 当年的很多 知识分子 一厢情愿 以为自己学会了 毛主席著作 就变成革命 知识分子了 大错错错 不对的 只会说 不行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由于他们有资产阶级世界观 所以他们对新社会和新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他们怀念旧社会 第三个 他们由于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而且绝大多数出生在波学阶级家庭 他们天生的看不起劳动人民 他们没有劳动人民观点 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 个人英雄主义者 个人主义者 自私 自私自利 还有呢 这二百万知识分子普遍的情况 他们骨子里是亲美分子 亲美国的 亲美分子 他们是反 很多人是反苏分子 亲美和反苏是相对应的 就是 我前面前前面讲过 由于沙俄在中国的一百多年 很多知识分子在建国初 要流转对苏联的印象 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当然对于一般的 无所谓的知识分子 他反不了 他马上就转过来了 比如说郭默若同志 他马上就转过来 对吧 这无所谓的事情 但是还有一些人 比较认真啊 较劲的知识分子 他就是 一想想到外蒙古 他就难过 一想想到东北 他就心疼 那么不要 都应该这样 应该苏联是我们 是我们的 怎么怎么讲 当时有一大堆词了 我们最伟大的门帮 我们的最亲密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 我们要感谢苏联 那么 有一些比较迂腐的 所谓迂腐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问题上 转弯有点困难 转弯有点困难 不像以后 以后我们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是完事不共的 你今天讲苏联好 他就苏联好 明天苏联坏 他就苏联坏 他反不了 那个年代 刚从旧社会过来 传统价值观 对人还有影响 大家理解吧 还有一点影响 那么 运动就是要帮助他们 改变资产积极世界观 帮助他们 进行思想上的除旧不新 方法 我下面讲 搞运动的方法 这个方法 以后差不多成了一个经典性的方法 第一步 宣传鼓动 宣传鼓动 宣传鼓动就是 首先要解释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 你不能光是一句话 你要解释很清楚 要有逻辑性 让他们心服口服 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改造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周恩来总理 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 做了一次大报告 这个报告是对北京和天津的 著名知识分子做的 就当时在北京做出报告 把天津的知识分子 主要知识分子 拉到北京去 集中起来听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本身口才就特别好 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 讲了五个小时 这是周恩来同志建国以后 所做的最长的报告之一 以后没有听说过 他做过五个小时报告 没有 但这次报告 做的时间非常长 大概的要点是必须改造 第一个层次叫必须改造 第二个层次 改造后有光明前途 你光改造不行 改造以后变成好知识分子了 好知识分子就前途光明 总理就是心心善友告诉他们 改造了以后怎么样呢 前途很好 第三个呢 总理也是讲真话 讲实话 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 你不要以为你多了两天报纸 多了一天毛主席著作 你就改造好了 不对的 要活到老 改造到老 这句话大家听懂吧 这是总理的一个座右铭啊 要一口气在都要改造 这都是直截了当的 没有什么含蓄的 就说三个月改造好了 没有的 要一辈子改造 长期改造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最打动这些北京天津知识分子的 是总理的自我检讨 总理是建国以后 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 做过检讨最多的人 做的太多的检讨 有些老同志会议 说一听就听到他检讨 听了几十次 检讨的以至于毛泽东主席 都要出面制止的 做够了 但是别人不太检讨的 其他有几个同志 是从来不检讨 像林彪 林彪从来不检讨 我想大概建国以后 所有领导同志中间 每个人都做过检讨 而且要给毛主席 写书面检讨 毛主席有一个特点 喜欢同志们 给他写书面检讨 但是只有一个人不检讨 这个人就是林彪 这是一个艺术 他是非常高贵的 所以他不检讨 不是所谓高贵的了 他不愿意低下他高贵的头 那么总理是现身说法 出生在一个破落的 一个什么什么官僚的家庭 等等等等 是通过自己的自我检讨 哎呀 总理大家知道 在建国前就是在 郭统区就是名气大的不得了 我告诉过大家 广大郭统区人们 认识共产党 就是从猪毛 周这三个人认识的 其他人搞不大清楚的 刘少奇没有人听过 猪头大家都知道 猪毛猪毛 然后就周恩来 周恩来是名气太大 分度翩翩 也说也好 这个检讨起来 这么样的检讨 让那些老教授想 周恩来总理都检讨了 自己还有 难道还有什么 不能检讨的 所以总理 这个引导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都开始检讨了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马英初同志了 马老 马老 大家都知道了 马英初北大校长 马老一开始 当然他自己觉得自己 第一个是 一直反讲 追求进步 也不是要追求进步了 就是他对中共 一直是比较友好的 见过以后是热心的 愿学习 也拥护新社会 党和国家 还给他一个北大校长 这个崇高地位 所以马老一开始 也搞不大清楚 居然给毛主席写信 请毛主席到北大来一次 这个有点 失去分寸 懂不懂 失去分寸 毛泽东主席 自从青年时期 这个到北大 做图书馆 管理人 这个没什么效的呢 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呢 而且这确实是 对他非常非常重要 毛泽东主席 如果当时不到北大去 就不认识 陈独秀 李大钊 也不认识 胡诗之 这批人 所以有的人 我看到台湾方面 有的人写的 也是毛主席老同学了 他们的意思就是 这个杨昌基 就是杨昌基 杨昌基 如果当时不调到北大 当教授 毛泽东就最多是一个 湖南小学校长 在乡下的一个小学校长 也许他就 就安分了 也许就不会对中国 造成这么大影响了 就是因为他岳父 到了北大 把他带到北大以后 认识了这么多人 他就翻天覆地了 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老同学 长沙世纪老同学 以后是国民党人 写的话 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话 毛主席的那个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个性 绝不会让他安安 就是接受一个 农村小学校长的 这个人生命运的安排的 你们相信不相信啊 他不可能的 永远不可能的 你给他当一个中学校长 也不可能的 肯定不可能的 天生具有反叛性 造反性 这个不是说 你一个中学校长 就能把毛主席 就拴住他那儿 绝不可能的 所以毛泽东主席 在北大的这个经历 对他非常重要 他自己对这个北大的经历 他也写过 他听到比如说 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因为他在湖南长沙一诗的时候 读书啊 受这个袁老师的影响 袁中谦先生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 就是毛泽东以后成了叫袁大胡子 袁老先生教他的这个五年的古文 他对当时的所谓古文 不是光是学文学的古文 金石子集 金石子集了 所以对中国传统非常熟 袁老师是他的一个指路的一个人 杨昌记是一个人 袁老师教了他这些东西 然后在马克思主义讨论会上 他一发言就把大家挣住了 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因为那些洋学生 北大学生 学习马列来 谈起马列来 知识从马列到马列 毛泽东能用中国传统的概念 来附会马列 大家理解吧 中国比如说大同 大同就是共产主义 他一连就连上去了 对不对 别人那些对这些东西不了解的人 他连不上去 只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毛泽东在那个年代 就已经显现出这种 用中国传统去融会 马列的一个特色 当时就引起了 陈都秀李大钊等人 对他刮目相看 我这里还要提一下 其实毛主席 这个当年到北大去的时候 他当时要求不高的 完全是蔡元皮先生帮的忙 蔡元皮先生和杨昌记先生 就是给他做图书馆管理员 本来毛泽东 我最近看了个东西想 他的要求就是 做一个清洁工人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饭吃 在那儿可以看书 听课就可以了 给他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这样子还能在那儿 就是这个接触人呢 你当清洁工人接触不了人的 当然北大的这个 对他有收获的一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认识很多名人 特别是毛泽东 以后一辈子对新闻感兴趣 他一直在北大听新闻系的课 也认识新闻系的一些 有名的老师 照片平安人 这不管了 也有负面 这个负面呢 就是什么呢 那些大名人 不太愿意听他的 一口老湖南话 湖南话 湖南话不太能听懂啊 同学们 我不知道你们这在座 有没有湖南同学 湖南的这个口音 如果很重的话 就听起来比较吃力 我跟我的学生讲过 我有个学生 很多年前七八年 二十年前 是个硕士生 他来跟我讲话 他说我非常吃力 我说你写啊 写啊 后来我给他 第一次见面 我给他的建议是 先不谈其他 先买几盘磁带 当时还没有什么 DVD什么东西来 买几盘磁带 先把普通话 学一学 这不管了 所以北大的经历 对毛泽东主席 不太有不愉快的这一面 所以毛泽东主席以后说过 说他们不把我当人看 伤害极大 你们可以看看 北大当时有一些 比较西化派的一些学生 高年级学生 五四的这些名人 这个伤害多大 不把我当人看 很重啊 很重啊 所以建国以后 毛主席去不去啊 不去的 北大毛主席建国以后 老人家就住北京 北大一次没去过 一次不去 所以以后文革中 还赐给他一个匾呢 要赐给他一个东西 妙小森林大 池浅王八多 毛泽东把浅字改掉 池森王八多 这是他对北大的一个评论 这个不知道了 当然他作为革命者 作为政治家 他以后 就是五十年代初 对马英夫很客气 对很多教授也比较尊敬 到了晚年 人就进入一种自由状态 大家理解吗 人到一定年龄以后 就自由的状态了 自由了 原来还考虑这个 考虑那个 到一定阶段以后 可以不考虑的 知数心理一样 心理怎么想的就表达出来 不要压抑自己 特别像毛泽东主席 建立这么巨大功训的人 所以他就不会压抑自己了 就直接了当表示 他对北大的看法 妙小神明大 实生王八多 所以1921年 毛主席给他的一个 长沙一师的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和毛泽东 私人关系很好 建国以后是北师大的一个教授 一直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李景熙先生 中文系的同学听没听过 语言学家 这个人是长沙时期毛泽东 一师一友这种关系 他们都能看到毛的那个年轻时就表现出了一种才华 所以他对毛比较好 毛在20年代初 21年左右给他写真信讲过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看法 也就是五四以后大家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给予很高的评价了 什么蔡元肥的兼容病包 毛泽东主席怎么说的 我对今天中国教育的这种看法 就是除非这些老的这些人全部死光 那写得很直接的 没有报报任何信 全部死光 当然这是私人的信 这个私人信在80年代公布了 80年代公布 他给黎先生的这尊信 就鲜明的表达了20年代初 他对中国的那些大学的真实的看法 发布的这些老家伙全死光 当然 那个时候才是20年代初了 50年代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了 那不一样 所以马云初先生 毛主席说了 让一些人去吧 马云初觉得他自己很 北大还蛮尊贵的吧 请毛主席做教授 毛主席根本不领情 他请他做教授 他领什么情网 他一点不领情的 冯友兰先生也是给毛主席写 学习汇报 毛泽东主席直接了断地告诉他 凡事要老老实实 人不能不老实 很厉害 因为冯友兰以为他 过去他次分过奖介石 冯友兰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 他也是个很老的学者 就是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就学了一大堆学问 学问学了以后要卖给谁呢 卖给帝王家 知道吧 所以他过去卖给毛主席 卖给蒋介石 现在要卖给毛主席 毛主席叫他老老实实 所以冯友兴先生晚年自己讲过 他建国以后几十年所做的事 就是不断骂自己 真的是 这没办法 这个我们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 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新秩序 建立意识形态新秩序 就必须要破除这些旧思想 旧的观念 对不对 旧观念它不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人做载体的 是不是呢 就通过冯友兰那这些教授 作为旧文化的载体的 当然要触动到它 要触动到它 至于触动到什么程度 另当别论 当有正常 那么这个 这个运动 刚才我讲 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线指导的 毛泽东主席发动的 当然是中央发动的 由于周恩来同志来处理 就使得这个运动 应该讲是最好的运动 最好的运动 那个时期还基本上没有出现 这个批斗大会上 戴高帽子 拳打脚踢 还没有 当然有批斗 站到台子上做检查 有的老先生 从来没经过这种架势 一下子整个人瘫掉 站在这 就倒下来了 很多 很多人 因为他们一辈子 也没见过这种架势 批斗教授 从来没见过 因为第一次检讨 广大师生愤怒的说 很不深刻 所以不能过关 第二次检讨 第三次检讨 搞了四五次以后 就开始改造的过程了 就好了 再也不骄傲了 那么 第一宣传鼓动 第二 在每一个单位 设立学习改造委员会 比如说我们南京大学 各个系都有 学习改造委员会 重点批判什么呢 重点批判 特别是大学里 大学里的批判 要比中小学要极烈 要更大规模 因为大学里都是一些 有名的知识分子 中小学都是没有名气的 重点要批判 我们知识分子中存在的 清美 崇美 孔美 这三个坏思想 清美派 因为很多人他是流美学生 崇美派 害怕美国 叫孔美 树立正确的 仇美 反美 灭美 这个词发音不太好 不太好发音 但是当然讲惯了 就无所谓了 灭是灭 正确的是应该 仇美 反美 灭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南京大学老师 我看了一些材料 他们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一开始他们不太能够接受的 因为特别是学理工科的 理工科的一些老师 就从他的专业 什么逻辑理性 从这个方面来推导 不太能够接受 1950年初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 来建立正确的思想 南京 我们江苏省 请了苏联的 一个大的 伟大的 斯大林同志的 伟大的 哲学战士 哲学战士 叫尤金博士 尤 尤其的尤 这人很有名 金字的金 有没有听过 文科同学可能听过 理科同学没听过 尤金博士这个人不得了 这是1938年 斯大林把一些老 哲学家一起 都干掉以后 他还是总是要有人 要有人帮他吹足手 他是官方的 差不多是首席 第一位第二位的 斯大林同志理论的 鼓吹者 叫尤金博士 尤金博士呢 五十年代 出到中国来访问 后来这个 做中国大使 跟毛泽东主席 建立了非常好的 私人关系 伟大领袖 毛主席 甚至多次的 到尤金同志的 住责去看望他 这是难得 不得了的事情 而给尤金 住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王府 北京的 什么秦王府 大家懂吗 最好的 那是大的高级的 过去那个 清王住的那种 那种那个大使和乐 高级的不得了的 尤金先生 住在那个 美能美奂的 这种官邸里面 都是毛主席去看他 以至于 后路小夫都批评 说尤金太不想话 毛泽东 你应该去看他 怎么让毛泽东 不断的来看你呢 但是因为毛主席 比较喜欢尤金 因为尤金喜欢 好个哲学 他的专业是哲学 一会儿谈一分为二了 一会儿谈毛邓的统一了 跟毛主席有共同 这两人能谈得好 刘博士到南京来的时候 就在我们今天 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 做报告 报告的主题是 美国没文化 很鲜明啊 很好 对不对 美国没文化 美国没文化 这个报告做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南京大学 我看到这台料讲 南京大学的一些理科的教授 意义的纷纷 表示不能接受 大家理解吧 他们这个是改造刚刚开始 因为他什么 他一想到他的专业 一想到什么科学发展史 他就知道 这句话不太成立吧 当然我们知道 1948年以后 尤金博士讲这个话 是很自然的 1948年以后呢 这个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开展一个运动 叫反世界主义运动 反世界主义运动 主要是针对科学界进行的 经过斯大林同志的 反世界主义运动以后呢 世界科学的发明史 全部改写 全部改写 最伟大的什么电灯啦 蒸汽机啦 等等等等的发明人 一力改为俄罗斯人 一力改为俄罗斯人 什么叫世界主义呢 世界主义 就是叫没良心的卖国主义 没良心的卖国主义 这是1948年 斯大林进行的 这场运动到五十年代初还在搞 所以尤金同志 在这个背景下来讲 他当然讲这个话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南宁大学的 那些教授 他哪知道什么斯大林的 反世界主义啊 听都没听过 不知道的 所以 要把这些 我们的什么 天文系的 数学系的 老师的这些思想 改正过来 要接受 美国美文化 所以马英初同志 他到底人文的了 马英初是人文教授啊 学商学的 他很快就接受了 他们都是鱼 大家千万不要 只看到马英初 什么人口论等等 那是真的 他还有非常多的 鱼石俱进的那一面 他们都是努力的 改造自己 要适应新社会 做社会主义的新人 比如说马老 是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第一个 带头学俄文的人 由于马老 有很好的外文基础 人民日报 全国都在宣传 马老经过三个月的 俄文学习 已经能读 正理报了 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啊 所以今天你看 我们在他 马英初的时候 大家光是知道 他人口论 知道不知道 他前面这些东西啊 好多人不知道的 他不仅学 真理报寿论 而且学 反映斯大林同志 光辉思想的 联共部当时 每天都是抓紧时间学 一天学好几招 都在学 那么 这是刚才我讲的 宣传鼓动 愁美反美 灭美 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第三步 进行 群众揭发 和 互相 揭发 这一点对我们老知识分子 也是第一课 大家懂吧 就中国 那个君子之间 大家客客气气的 谈得来嘛 就多谈谈 谈过来嘛 就少谈谈 哪有一个叫 互相揭发这个事情的 没听说过吧 有没有听过 比如说西南年大时期 北大的那个蔡元平时期 从来没听过 什么张教授 揭发李教授 没有听过 没有的 这是新生事物 真的是新生事物 但是首先是群众揭发 群众揭发 我们群众揭发 比如说 青年学生 揭发马教授 在课堂上 我就看到很多材料 比如说讲地铁 这个地铁 这个老师啊 举的例子 就是美国纽约的地铁 就是群众 学生揭发了 为什么举纽约地铁 不举莫斯科地铁 反映了你 亲美崇美的思想 这叫揭发 对不对呢 讲的也有道理啊 这个老师想 哎呀 自己真错了 怎么没想到 当时是条件反射 一下子就讲到纽约 没有想到莫斯科 对不对 老师都有这个 慢慢的过程 有个过程 一开始 破口而出 一下子讲到 每一个科学家名字 就讲错了 应该取苏联科学家名字 那么 到了这个第三阶段 就是揭发阶段 第四个阶段 自我交代阶段 要交代的 你不要以为 你自己满嘴马列 要交代 交代什么东西 哪个东西告诉我 要交代 联系诗迹 以后我们经常讲这句话 学习东西 要联系诗迹 不准空对空 空对空导弹 要联系诗迹的 怎么交代呢 首先交代自己的反动家庭 首先要有不好意思 爸爸是个老弟子 不是人民的钱来读书的 然后是从来没做过好事 没对人民有任何用处 简直是一无是处 一无用处 对不对 所以以后 这些老同志 有时候骂起他们来 骂的是 这个很直接了当的 没有任何用处 有什么用啊 你学那个狗屁数学 有什么用啊 粮食多长了一点吗 什么什么东西吗 你会织布吗 鞋子也不会做 什么都不会 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很质朴的 很质朴的这些 我们共同同志就这样做 你会吗 叫你敲个桌子 你也不会 这个老先生想的 真的是无地自由 是无地自由 用父母博学来的钱 读的书 羞愧不羞愧啊 一下子 他们就在道德烈士 道德烈士 所以这个时候啊 新国家 是站在了革命 道德的制高点上 所向披义 两个制高点 一个是爱国主义 一个是人民大众主义 代表穷人 对不对 所以这些知识分子 他马上就会流流的 自残行贿 自残行贿 再也不好意思讲 自己懂八国语言了 有的人原来很傲气的 自己懂好几门语言 你那个懂的语言 没有任何用 因为你不懂群众的语言 对不对 所以我完全能够 回到那个历史情境中间去 所以我们读书啊 光是读那个书 回不到那个历史情境啊 这叫历史情境 五十年前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道理的 我这不是批评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刚才讲的 站在两个革命制高点 革命制高点上 知识分子想象自己 确实没有什么用处 除了研究这个数学 什么那个东西 怎么用啊 研究天上星星 星星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的 延安时期就批判过了 我们延安有些老师 不去研究 具体的生产 种地的知识 去研究太阳系 这是骇人 就是叫什么 误人子弟 引导我们青年 不去关心火热的 生产 抗日 革命 去研究什么太阳系 对不对 这很自然的 一下子就老师就打闷掉了 讲的是对的 对太阳系 跟抗日没有关系 所以天文系部学 应该听你我讲的话 研究太阳系 要联系实际 第一 要检查自己过去的 四九年前的历史关系 历史关系 老同学老朋友老师中间 谁是个国民党反中派 要交代清楚 你跟他们的关系的深浅程度是什么 一般性的关系呢 还是很复杂的关系 这都是 所以你们现在去问我 我们现在那些八十多岁的院士 他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东西的 都经过的 所以我们这些老院士 都不简单 分分语语几十年 有的是九十多了吧 都经历过的 再一个 检查自己四九年前的住宿 你写过的文章 理科的同学 老师还好一些 因为那个理科的东西啊 阶级性少一些 文科的老师 那是真的有问题的 研究古代的 稍微好一点 研究什么那个 石头啊 考古啊 好一些 稍微跟那个东西有关系就不行 我八十年代就看过 我有一次到档案馆 无意中发现 我们历史系有个老先生 这个是我们全国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个大教授 大教授八十年代 去世了 他的档案就移交给那个档案馆了 这个我随手看到 就是组织部门给他写的定义 反共分子 反书分子 当然没有通知他了 他自己不知道 他有证据的 这证据是什么呢 把他1933年写的一本书 叫近世欧洲史 近代欧洲史啊 33年 35年写的这本书 还是商务因素管出的 还是比较权威的 因为这个老先生呢 他对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啊 他都有评价 他这个评价呢 他对苏联评价呢 有负面评价 他认为德苏很有好多意志的 一致性的地方 我们知道1933年西特的上台 对不对 这个老师呢 是在英国留学的 价值观是英美自由主义 不喜欢法西斯 不喜欢法西斯没问题 但是他应该喜欢苏联 他也不喜欢苏联 他认为这两个体制上有相似性 这三页这个值 就他的教科书上的值 反动思想的 就贴在他的档案后面 人正不胜俱赛 你牙口无言 你是不是写的呢 33年35年的书 就在这儿 就要检讨自己过去写的著述 这主要是人文类 社会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的教授 再一个呢 是都要写出自传 自传 从自己出身开始写起 提供给组织作为检查 那么我想这个 基本上这些检查呢 刚才我前面讲过 粉友兰 朱光浅 费孝通 还有金月灵先生 金月灵先生改造的比较好 金月灵大家听过吧 金月灵喝了以后 五六年入党了 真的是实现了 叫知识分子功能化 入党了以后 老先生这个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党支部 开会啊 耽误了一点 比如说一个星期 过一次组织生活 有的时候你们有事 两个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 金先生经常很着急的打电话 为什么不过组织生活呢 就他改造的非常好 改造非常好 金先生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从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者 改造成了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焦急的要过组织生活 但是就是金先生 金先生身上的 梁思成先生 大家知道吧 梁思成 梁思成我们今天都讲 他为保护北京 那个古城墙 做了那么伟大的工作 确实了不起 梁思成 为此他和彭真同志 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彭真同志是北京市市长 他是一个苏联式的 那个城市建设的 大家都很理解 那个年代 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城堂 以什么做样本呢 伟大的莫斯科 做样本 而且我们很多老同志 他们都有一种 年轻时就有一种 富国强兵的愿望 比如说从天安门上看下去 到处都是烟囱 烟囱啊 他们曾经幻想过 站在天安门 前面都是烟囱 对不对 这个 这个不要批评了 那一代人的 他们是希望 国家是快速工业化 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啊 那个时候没有环保概念 根本没有 那梁思成先生呢 因为他这个 超前一些 在美国学习的 他什么 保护老城市 发展新城市 老城保护起来 新北京 迁到外面去 等等等等 这些思想就跟这个 彭真 或者其他领导同志的思想 不一致了 但是就是他 也非常愿意改造他的思想 所以他的文章名字叫 我为谁服务了 这二十年 我这二十年 是为谁服务的 得出结论 他是为反动派服务的 很诚恳啊 这些老先生真了不起 很诚恳 这次检讨 不仅是人文类知识分子 大科学家很多 像毛以生同志 毛以生 还有我们上海的 这个 大家都非常尊敬的 超凡脱俗的 这个大画家 大作家 芬芝凯先生 芬芝凯听过吗 芬芝凯 真的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芬芝凯先生 他都检讨自己 那么还有 吴芬芝凯先生 吴芬先生 大家这两年 大家都比较熟了 我们中文学 还有教授研究 吴芬先生 吴芬先生也检讨 当然为了带动 他们检讨 请几个老革命知识分子 做领头羊 领头羊 请了几个老知识分子 一个是 赫露丁同志 赫绿丁啊 露都露 露 绿颜色的绿 发音读 露 赫露丁 赫露丁啊 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就是游击队之歌的 这个作者 听过游击队之歌吗 他是很早就到延安去 到解放区 到根据地区 赫露丁先生 老革命 自我批判 还有一个老先生呢 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叫范文奈先生 范文奈先生 也是很早到延安的 还有一个老作家 欧阳山先生 欧阳山啊 以后写 土豆三家巷 很有名 是五六十年代 著名小说家 这个老先生呢 是年轻时 就到延安去的 三个革命老前辈 老革命文艺战士 老理论战士 他们都自己检讨 自我批判 所以他们在带 带这些各统区的 一花带来百花开 引导他们去检讨 所以这个情势 应该是很好 所以这次检讨啊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没有采取以后的那种逮捕 戴高帽子 穿拿脚踢 没有 都是在我看 当然是和毛泽东主席支持 和建国初的那个状况啊 有关系 建国初啊 你不能马上就开始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周恩来同志 亲自领导的 总体领导的 就是这个运动呢 比较稳妥 既达到了一个 让他们转变思想 又没有搞得那么 就是非常紧张 当然紧张是有了 就是没有搞到 就是那个非常的 自杀了等等了 等等 那么 当然今天我们说 这个运动 当然有偏差的一面 一般搞运动啊 大规模群众运动一起来 肯定偏差 这肯定有偏差 那么也有一些副作用 特别是领导运动的 都是工农干部 工农干部 工农干部呢 很多很质朴 但是我们工农干部 有一些工农干部呢 也比较狭隘 狭隘知道吗 大家可以理解吧 狭隘 狭隘 因为自己文化不高 看到别人文化高 又能说会到 就是非常愤怒 这很多 毛主席自己也知道 他也写过批示的 他说这些工农干部呢 确实是有狭隘的这些方面 但是他们有他们优点 他们优点是对革命忠诚 他们不足方面 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 通过学习 所以工农干部呢 一些领导这个运动 就是有个别地区呢 就比较凶猛 个别的 不是讲个别的 有一部分的 可能也不是个别 非常凶猛 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知识分子同志呢 从延安回来的 按理讲 他们应该是老革命啊 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一切的了 但是他们为了 表示自己立场坚定 立场坚定了 比工农同志还左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知识分子干部 在领导思想改造运动时 比工农干部还要极端 有的知识分子干部呢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 满嘴出言晦语 讲粗话 因为讲粗话是显出自己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是显得自己思想正确 因为没有受过反动思想的毒汉 直谱 就是有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 甚至在装束上面都搞得是很特别 装束方面都很特别 还有一些吕同志呢 应该讲知识分子干部 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 也有很多吕同志呢 当然一部分 也是故意的就是往男性化方面模仿 抽烟等等 当然吕同志当然可以抽烟 就是男女平等 就是表现自己非常革命 非常豪迈的那一面 骂起的一些老教授来 也是屁头盖领 屁头盖领 所以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配合这个运动 国家进行了一个重大的教育方面的改革 就是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 紧接着这个运动结束 就开始院系调整 因为这些老教授思想都打通了 比如说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这个出身不好 没办法 出身不太好 因为伪中大 南京大学呢 就是分出去很多 我们江苏地区的很多的那些学院 都是从南大分出去的 全国 把综合性大学尽量减少 建立单科性的学院 单科性学院是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另外这也是苏联教育的模式 拖拉机学院呢 像这等等了 就建立很多这样的学院 所以以后学的都是齿能专业 拖拉机专业 发动机专业 这样很多 就是旧中国呢 五四以后我们的教育呢 基本上是通财教育 通财教育 以后呢 经过院系调整改成专财教育 发动机的就是发动机 插阳机的就是插阳机 互相不交叉的 但是呢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 这个院系调整 我觉得有它的积极性的方面 改变了旧中国 我们大学文法工商过大 理工容易过小的这个局面 旧中国我们的大学呢 文科偏大 理工科偏小 改变了 第二个呢 旧中国呢 我们的教育呢 是沿海沿江地区 大西北大西南 较少 改变了 那么 应该说这个院系调整 是 有它的负面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就是 文科的比例 以后到62年 就下降到历史 65年左右 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在世界各国家中间 这个数字我今天没带来 都是最低的 人文率是最低的 这个对学生的培养 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的发展 是有缺失的 所以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不是一定要压缩人文 那么知识分子的反应是什么 我刚才讲 知识分子对这个思想改造运动的反应是什么 经过改造 应该讲 他们这个多数人是接受的 多数人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从总体上讲 都是爱国主义者 知识分子 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当汉奸的等等 真不多的 不多 我们在历史上找了一些著名的文化大汉奸 也就是几个人 不多 作为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有名出记忆 我不是说全部 基本上 所以那个像除了周作人 大家知道周作人吧 周作人那个汉奸 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说是他受委托了 保护什么文化遗产了 且不管他 那么周作人是汉奸 我们不管他 周作人是汉奸 但是几个人 张芝平 一个小作家当汉奸 还有的一个汉奸叫官路 官路实际上是党的派他去做 派他做地下工作的 官路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旅作家 当时很有名 非常有名的一个 所谓大汉奸 但是他是地下工作者 地下工作者 那么 张爱玲呢 我们不能说他是汉奸 张爱玲只是 他 他在那个火热的那个年代 没有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做 危害国家民族的事吧 中文系同学你们告诉我 他有没有做危害国家民族的事 没有 就基本上应该讲 他还是 他 当然 我觉得他阶级立场不轻 民族立场不轻 他爱上的这个男的不好 是个汉奸 叫什么什么南城吗 湖南城吗 湖南城是个汉奸 他只看到他有才华 他打 没有看清楚他的那个政治立场 所以 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 清末以来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是爱国的 第二个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主体 都有一定的 都是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这个我们就不管他了 第三点 还都有一点民粹色彩 什么叫民粹色彩 这里也不展开 就是基本上都同情穷人 就是一个大教授 他虽然自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看到穷人呢 他也会有侧影之心 所以三零年的二零年代 我们看五四以后 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间 很多写人力车夫的 写人力车夫的了 这是一个很 写人力车夫是一个很 很经久不衰的一个 一个主题 写的人都是那些 有人文情怀的 这种民粹情怀的 这些知识分子 当然我不用民粹这个词 就是同情穷人 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 这个我们二零年代 就是二十世纪到五十年代初的 那个知识分子去骂穷人 说穷人该死的 没有 倒是这两年还看到一些 内事人 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要给一段时间 才能分析了 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都是同情穷人 从大知识分子到小知识分子 对不对 很少看到 认为穷人穷该死 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 使他们能够接受 共产党的新解释 新解释 共产党刚才我讲 它有站在革命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一个爱国 讲的是有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外国人都走了 都逃跑了 中国是实现了完全的一个 民族独立的国家 帝国主义赶跑了 虽然很多人对我们新政权 跟苏联关系有不同看法 但是他不敢表达了 但是基本上 好像除了苏联在中国的 旅顺口驻军 旅顺口驻军 还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 很不舒服 但是1954年 赫鲁晓夫非常给毛主席面子 你们知道20世纪 到1954年之前 中国作为这样一个东方大国 没有一个世界大国领袖 到中国来访问过 有没有 一个都没有 1954年 赫鲁晓夫作为苏联第一号人物 到中国来参加 新中国建国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太给毛主席 太给中国人民 一个好的感觉了 你们觉得不觉得 苏联是个大国吗 所以毛主席 那个54年 对赫鲁晓夫好得不得了 毛主席说 中苏关系的改善 应该感谢 尼吉他 赫鲁晓夫同志 尼吉他 是他的性格 尼吉他 赫鲁晓夫同志 他非常喜欢赫鲁晓夫 不 54年喜欢 以后不喜欢 有时间段的 而且赫鲁晓夫来了以后 我们的赫鲁晓夫来了以后 很大方 很大方 当然我们说应该的 我们也不感激 嘴上感激 信息 不感激 把里顺口 无偿的 全部的设施 归还给中国 所以中国是真正的 到了1954年 没有任何外国驻军 当然我们有苏联军事顾问 这个苏联军事顾问 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不对 外国专家 后来以后 我们毛主席很敏感的 毛泽东主席 对我们国家主权这些事情 都是很敏感的 苏联顾问 这个字号挺保定的 不太好听 所以五六年以后 都改成叫苏联专家 顾问顾问 好像我还靠你 对不对 专家的话 我聘的 我花钱请你来的 不一样的 老人家在这方面 他是细利 细利 很细利 这也对的 苏军顾问听起来不太好听 因为我们中国人民 老是想到 蒋介石有美国顾问 对不对 共产党有一个苏联顾问 这不太好听吧 苏联专家 很好听 所以他们都是词汇学大家 也是词汇学专家 开国这一代 是不简单的 一个开国 大家知道 这我们不去展开 打下一个天下 很不容易 不简单 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说这个知识分子呢 开始他们赶配 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 赶配 所以自己觉得是受一点 受一点缺辱 受一点委屈 在那儿被批斗 是不舒服 但是想了一下子呢 好像运动过来以后 还好吧 当教授还是当教授 钱还拿这么多 那么别人还是很客气 很拿张先生 又请他到政权开会 也就算了 又想到国家现在不错 那么 个人的事情 是小事 国家的是大事 我们多数知识分子 是这样子的 真的 我这里不是为知识分子 说好话 多数知识分子 是这样 我现在基本上 没有看到 就是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 那种技术啊 历史叙述很多 基本上没有看到 这当年他们是 还不错 以后运动搞多了 他们有看法 我下面讲 到了反胡分以后 两三年以后 看法多了 第一场运动来的时候 基本上接受 他们不晓得 毛主席天天搞运动 他们以后搞过 以后不搞了 但是 也有人从消极的方面 来吸取教训 有消极的 因为人啊 是很复杂的 知识分子种类 也是很多的 技术类知识分子 和人文类知识分子 还是有一点差异 比如说 有个老先生 叫萧钱先生 萧钱先生前几年去世的时候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去了 朱镕基当时是总理 还到医院去看他 说他就是托塔叔长大的 萧钱先生临去世前 是中央文史馆馆长 这个老先生 是三十年代 中国在英国的唯一的记者 也是在英国建桥大学 拿到硕士 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四九年的时候 英国建桥 刘京都给他聘书 他都没去 他留在大陆 回大陆来 他的英国太太跟他离婚 他离婚就离婚 他也回来 因为他离不开中国了 就是热爱中国 萧先生是热爱中国的 毛主席曾经短期 还对他表扬过 短期 对 这东西很难的 要一辈子被毛主席表扬 是非常难的 一辈子表扬到最后 关键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毛主席 就是郭某若同志 郭某若从四九年 到一九七四年 都是毛主席 比较喜欢的人 七四年 毛主席不喜欢了 写了一首诗给他 叫劝君扫骂 君是皇 焚酥之士 带商量 最近有一篇文章 就是劝 好像最近我刚 刚看到一篇文章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去 多捧秦始皇吧 好像有一篇文章 劝君少捧秦始皇 最近刚刚有一篇文章 毛主席就是批评了郭某若 郭某若建国以后 再也不敢骂秦始皇 他是四零年代 骂过秦始皇 毛主席旧账总体 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 四十年代 他骂秦始皇的时候 郭老 我们也有一个尊称 叫郭老 郭老是影色蒋介石的 但是毛泽东主席不管了 年纪大了也搞不清楚 就是把他 建国以后 郭老一直是捧皇帝的 焚皇必捧 焚皇必捧 所以毛主席一辈子 表扬是很难很难 刚才萧钱先生 他表扬过一次 因为萧钱先生 五十年代初 曾经参加过图改 参加过图改以后 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在当时的我们的 一个英文刊物 叫人民中国发表 他先有中文发表的 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 说这篇文章应该新华社 马上广播 出小册子 出小册子 所以萧钱曾经 短期分关过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后来怀疑他跟英国特国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全在英国留学的 所以就不太受重用 那么萧先生呢 他就是 他是一个好人 绝对是个好人 刚才我讲 前几年去世 党和国家对他很高的荣誉 有点像纪献宁现在的地位 纪献宁现在是我们国之大师 每到过年过节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去望一望的 是到了这种 郭宝级的待遇 这个萧先生也是很有意思 他说呢 以后呢 他就知道了 他不能在大的问题上发表看法 因为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小看法 曾经被批评过 因为建国以后 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 都是自发的 自动的成为中苏友好社会会员 中苏友协是个实体的安卫 在五十年代的前几年 深入到每个地区 比如说扬州地区中苏友好协会 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 都有办公室的 为了帮助人民建立起 对斯大林同志的新认识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毛主席五三年五几年的时候 这个这个 到那个叫什么 有一次到农村去 他老人家突然从火车上下来 信不游到一个 走到一个农村去 那个老太太还跟他谈斯大林 这从来没有过 在荷兰农村啊 就说用我们新中国的 这个信息传递系统 虽然当时广播也不发达 什么等等也不发达 但是农村老太婆都知道斯大林 这不得了 所以毛主席 可能罗瑞欣讲 说这个老太太思想还蛮进步的 蛮进步的 这是临时的 没有安排的 那么 萧贤曾经讲过 这每个月 也不经过他同意 就扣中苏友好社会会员的会费 他有点不顺 他有点不舒服 其实那个钱也就是几分钱 一两毛钱吧 但是因为萧先生啊 对苏联一向没有好感 他在这个 第二次世代大战的爆发的时候 1939年 他就在冷敦 他亲眼看到 因为他在冷敦 他非常清楚 是法西斯德国和苏联 瓜分波兰 大家懂吗 你们学过这件事吧 波兰 瓜分波兰 等等 而且这个 他完全经历过这个 而且 1945年以后 他随盟军到这个 到欧洲战场去采访 也去过东波林 他对东波林印象非常不好 就苏军占领下的东波林 他印象也不好 所以他对这个 交这个几毛钱的 这个中苏友好 社会的会员的会费啊 他不爽 不爽他就批评 批评以后就被批评 所以他以后知道了 他说应该怎么批评呢 萧先生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他是从消极的方面 去去教训 第一个 就是 把批评呢 就是实际上是表扬 用批评的方式来表扬 所以这个知识分子 有的是很讨厌的 他是怎么表扬呢 我对局长提个意见 你太不注意身体了 毛主席革命导师告诉我们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这样这么辛苦的工作 晚上加班 你太不应该了 他说应该这样批评 批评 这样批评 没问题 这就是萧钱先生 他对这个时候 他的消极性的总结 所以 当时他这个自己 还是没做到 所以毛主席讲 资产极其知识分子 那个本性难改 气候一到的时候 他有 那个骨头里 他难改 改了几年 一下子气候好了以后 他又变成了 所以萧前57年 给打出右派 而且还有一个批评 就是对我们照顾太多了 对自己关心太少了 所以这是五十年代的 萧先生的 消极性的总结 很好玩 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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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以后呢 这个当然 不仅是要去批判于平白 于平白那个老先生在那 你怎么批判也就批判吧 因为于平白不断地检讨 他错了他不好他没有改造好 老先生这样 他是一个很文弱的老先生 他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 他也不是老革命 老革命有的时候还申辨几句 我下面会讲到胡锋 胡锋他自认为自己是个老革命 所以他还申辨 像于平白就没有什么身边的 马上就是全盘接受 这可以理解 就是都有原罪啊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 所以他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么毛主席重点都还不是批判于平白 他是他愤怒的是那些阻拦 对于平白批判的党内的文化宣传部门的高级统治 就是那批人 人民日报中宣部 他批判的火力主要对准党内 那毛主席很生气 就要求中宣部进行整风啊 中宣部的领导进行整风 然后呢老人家的路火 一下子就烧到了文艺报的主编 文艺报的主编呢 也是一个老革命 是粉雪芬同志 粉雪芬 粉雪芬呢 这是非常罕见的 1957年参加过长征的同志 被打成右派的几乎没有 粉雪芬是其中唯一的一个 到今天我们基本上找啊 这长征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 基本没有 粉雪芬是参加过长征的 极少数的党内的高级的文化方面的领导同志 但是呢就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对他看法比较深 认为他是本质上骨子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反马克思主义 所以粉雪芬是结束难逃 结束难逃 那么粉雪芬这个 我们知道他是鲁迅的好朋友 从1928年开始 就是共产党在上海的左翼文化的领导人 他是1933年就进入中央书去的 33年年底到34年年初进入中央书去的 进入中央书去以后呢 也是毛泽东当时是政治上比较失忆的时候 那么粉雪芬呢 和毛泽东还有过一些个人接触 他们的个人接触呢 就是谈论鲁迅 谈论鲁迅 因为粉雪芬长期以来是共产党中负责和鲁迅联系的那个人 他而且还传达过向毛泽东主席表达过 就是鲁迅对毛主席的看法 毛泽东的看法 那么居然好像鲁迅也看过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的一些诗 到今天我这路线图还没查出来 鲁迅怎么能看到毛泽东的在江西时期写的诗的 但是呢 粉雪芬说呢 鲁迅对毛泽东的诗有一个评价 认为有三大王之风 毛泽东听了以后 非常高兴 开怀大叫 三大王之风啊 鲁迅先生还是比较 眼睛比较厉害 所以粉雪芬是一个老革命 老革命 江西时期做相当于中央党校副校长 长征时期跟了长征的 那么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我们有时间讲了 那么粉雪芬呢 是因为在历史上有过几件事情 所以有一个历史上的过节 过节了 第一个这么老的同志 应该是无产阶级党性训练 应该是比较坚强 比较成熟了 对不对 长征也参加过了 等等等等的 1937年党中央派他在这儿工作的时候 他因为和中共中央在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 博谷 就是王明博谷 博谷是中共住这儿的代表团团长 1937年抗战以后 这只有几个月 这是我们今天的复后港中共办事处 复后港大家知道吗 就在古楼附近 博谷是团长 由于粉雪芬和博谷发生了意见分歧 吵架 吵架以后呢 粉雪芬同志 参加过长征的这么一个老党员 居然负气回家了 就回家了 回到他的浙江义乌老家 就是很个性主义的 据说浙江东部的人 浙东人脾气都很假 这个人是浙东人 浙东人 居然回家写太平天空的小说 一写写了两年 这是不能用人的 这么老的同志 居然是自动脱退回家 虽然有一大堆体 但是回家了 三九年以后回到新市军 回到新市军以后呢 晚南四变又给国民党抓住 晚南四变是在上饶集中营 上饶大家知道吧 上饶集中营 专门抓新市军干部的 上饶集中营以后呢 是得到党的党组织的营救 所以四二年以后 从上饶集中营出来以后 分学分同志就长期在重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从事左翼文化宣传工作 那么于是和胡芬这批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于是呢 1945年以后呢 对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呢 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老资格的革命文艺理论家 当然这个我下面会讲胡芬的时候会提一点 所以毛主席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因为大家1945年 我们知道讲话是1942年 讲话的正式发表是1943年 隔了一年发表的 发表以后 毛泽东主席志在全国的 他并不是志在陕甘岭边区 或者共产党地区 他要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国统区 当然重庆的新华日报负责这样的工作 但是还不够 还排了几个红色文艺战士 中文系同学应该知道的 什么叫刘白宇啊 什么叫贺琪芳啊 刘白宇贺琪芳都是在粉雪芬看来都是小家伙 什么呢 因为粉雪芬28年就参加 就是共产党的左翼领导人 那些人呢 贺琪芳是37年的时候 还是参加大公报真文活动 写什么画梦录 图画的画 做梦的梦 记录的梦 你们一听着名字就是非常小资的名字 画梦录 所以粉雪芬非常来火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 来向我们传达毛泽东的什么 像个圣旨传达人一样的 态度上都很 他们是革命正宗从延安来的 所以粉雪芬呢 个性的问题 经常很多事情是个性问题 个性问题 1945年年初在重庆 这个召开的 传达毛主席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这种几次座谈会上 当然粉雪芬没有提任何意见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热烈的欢呼的激动的 他没有表达出来 而郭梦录同志表达出来了 这是事实表达的 这表达的 不仅表达 而且写文章 那写文章非常重要 写文章实际上就是一个表态 就是一个表态了 延安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粉雪芬因为有四五年这件事 建国以后呢 这个同志革命资格非常老啊 但是呢地位并不是太高 毛主席在文艺界用的人 用的第一号人物是周扬 是周扬 交叉使用胡乔木 就胡乔木周扬 有的时候喜欢一下胡乔木 让胡乔木来搞他 不是就平衡他 他这样子弄来弄去 但是基本上最后固定化了 周扬是毛泽东同志 在文艺界的首席发言人 最权威的权威解释者 而周扬的资历 要比粉雪芬要低得多 低得多 所以粉雪芬呢 肯定又是个性上的事情 又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粉雪芬尽管就 于平白这件事 写了深刻的检讨 说自己是放松了 资产阶级世界观 放松了世界观 等等等等 官僚主义啊 脱离群众啊 什么等等 毛泽东写的批语 你是自觉的反马斯诚 这是不得了 因为毛泽东主席的 这个威望不得了 一句话就是他要 就把他打到银山背后去了 真的是打到银山背后 所以两三年以后 是1957年 文艺界的头号大牛派 头号牛派 是没办法的 结束难道 那么 这个 批判 于平白 不是仅仅在古典文学研究 而是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 全国性的 不是说你是学医的 学工的 学工程的 你就跟你没关系了 不是的 大家都要经过一次 重新进行思想检查 我是不是有资产阶级 维新论 这个维新论的根源是什么呢 维新论的根源是 第一 长期脱离劳动 长期脱离世纪 第二 反动家族影响 他都是要抓思想根源 阶级根源 最后挖到是阶级根源 等等 那么这场运动呢 这个 他是以这个知识分子的全面自我教育 这种形式展开的 那么迅速 从这个运动 因为批判资产阶级的一新论 我们就顺着于平白 要给他找出他的路线图 于平白的思想是受谁 是思想影响 胡适之影响 所以从1954年开始 全国的知识界 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 对胡适之的思想的批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应该讲是经过了精心准备的 影响深远的一次批判运动 思想批判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 胡适之从20年代开始 1910年代五四时期开始 他的影响太大 他的影响太大 用一般人说 很多学者都会说 因为他是太年轻就出名了 他很年轻 20多岁就出名了 所以他的这个影响是覆盖着 我们的近 就是20世纪的思想文化的 差不多很多领域都被他覆盖 覆盖了 他不仅是一个学者 我们知道 他对水晶柱的研究 他对很多很多问题都有研究 而且他还是一个思想家 所以胡适之在49年前 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是全面的 所以要清理旧社会的 那个影响 特别是清理知识分子 头脑中的旧的思想 那选一个把子 你光选一个梁树民不行 为什么呢 梁树民先生啊 他只是一个派别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派别 的代表人物 文化保守主义呢 在49年前的知识分子中间 有相当的影响 但他不是一个覆盖性的思想 覆盖性的思想 是胡适之的 是以胡适之为代表的 这个北大学派 或者中国自由主义学派 大家理解了吧 所以选他 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那么 从批判这个 于平白 到批判胡适之 胡适之这个时候 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美国 在美国 哥林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 这个老先生 这个49年是离开大陆 离开大陆 没有去台湾 是直接奔向美国 美国以后当图书馆馆长 那么他很关注 胡先生也很关注 国内对他的批判 他居然也找到了五大册 批判胡适的那个 我们出的那个 出的书啊 五大册 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新意识形态是有强烈的解释力的 在那个年代 新意识形态 是有巨大的解释 解释力的 所以他的儿子 他唯一的留在大陆的儿子 叫胡思杜先生 胡思杜 胡思杜同志呢 在建国以后积极要求进步 参加了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当时叫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所以他还是个团员 他在这个过程中登报宣布断绝跟他父亲的关系 脱离父子关系和反动的胡适一刀两断 很可惜胡思杜先生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然后自杀而死 很可惜 这是一个悲剧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就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山坡上 我去过几次 但是我没有写过文章 就是胡思之的墓 胡思之的墓 胡思之的墓就在台北南港 南港是台北的一个区 南港的那个山上 一般我们大陆学人去的话 都会去看看胡思 那个公园叫胡思公园 是个很清凉的 就是很荒凉的一个公园 我记得我看过两篇很重要的文章 一篇很重要 就是季建林先生写过一篇 他去看胡思墓的这篇文章 你们在可以查到的 季先生他还有一些 追溯了他个人和胡思的关系等等等等 也会写到他五十年代怎么批判胡思 到晚年对胡思之的一个重新认识 最近好像又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学者 又写了一个在我在胡思墓等等 好像又有一篇 那好 这个批判运动 从李平白发展到胡思 发展到胡思 紧接着就过渡到批判胡风 批判胡风 在思想领域斗争 建国以后是这样子 就是兴奋一个叫不断革命 人不能太松懈 松懈了以后 他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领导者 他们经常想的 就是要趁热打天赋 一个事情还没结束 快到结束的时候 一波又起来了 大家都始终在这个过程中 始终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毛泽东主席1958年 在八达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就提到 就是要使社会长期保持一种紧张状态 要保持这种状态 当然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的叫抗大的校训怎么讲的 叫团结紧张 不能松松弛弛的 要紧张的 团结紧张严肃破 是不是 所以要有一定的紧张性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个余平白 刚刚搞完 万事大劫了 没有的 下面又来了 批判胡锋 这个胡锋 这个老先生啊 他很兴奋 他一看到这个批判这个中宣部 毛主席发怒了 批评了中宣部 又看批评了横雪峰 好像这个打击对象都是党内的 他开始就是觉得机会来了 有机会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就表达他的看法 他错会意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头脑有问题的人太多 就是这么大 这么大家都经常头脑有问题 有问题 当然那个年代头脑有问题的人 也有清醒的 真的有清醒的 像肖前先生这些人都是清醒的 他们不管这个事 报纸上怎么说 他们就跟他这么做 绝不是兴奋作了 你看他批这个了 你马上当机极分子 他不 隋大流 一般是隋大流 像巴金先生 他也不淌这个浑水 但是比如说开始了 一定要他发言了 他就写一篇批判文章 他不去主动写第一篇 那么刚才我讲 胡芬先生呢 这个他的太复杂 历史过程太复杂 我们都讲了 历史上他和周扬 一直是有矛盾 三零年代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时期 鲁迅 胡锋 粉雪锋 是一边的 周扬 夏野 其他几个同志 是一边的 所以鲁迅是非常不喜欢周扬的 这里中文系的同学应该知道的 鲁迅批评他们是四条汉子 衣光整洁 穿着学亮的皮鞋 从汽车下来 气度宣昂 他特别愤恨周扬是以奴隶总管自居 奴隶总管 拿着响鞭 谁是要鞭打奴隶的 是圣旨的代言人 所以周扬呢 是鲁迅一直不喜欢的一个人 那么鲁迅欣赏的 他身边接触多的是 粉雪芬 胡芳 这些人思想跟他接近 那么 由于这个周扬同志在建国 建国以后成为文艺界的 最高领导人 那么胡芳这个人呢 建国以后呢 政治上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应该讲是很清冷的 他的生活很冷 很清淡 很清冷 我们知道有些知识分子啊 他们都是有一种想法 都是满怀激情要为国家服务 有的时候国家不要他 不要他以后他又赖不出寂寞 大家理解吧 我们这个很复杂了 儒家知识分子一直有这种强烈的社会性 特别是新旧社会交替以后 建国初 那个抗战时期 抗战前夕 那个几个君子啊 沈君如啊 张乃琪啊 大家记得吧 你们听说过吧 七君子 抗日的 这个真的了不起的爱国之事 建国以后 每个人都有个安排 差不多都是国务院的部长 但是另外一个老先生呢 就是私人都憔悴 王兆时先生就是贺旦大学教授 最多给他弄个上海政协委员 所以王兆时先生就心情非常压抑 因为他的其他几个朋友都是当部长 小汽车 家里有公务员 当不能叫用人 解放以后辞掉换了 有公务员 非常 有公务员这是一个待遇啊 是不是 就是有公务员 我想说对不对啊 不能叫用人这个词 这个词不好 服务员比较通俗 一般比较显得自己很机关化的 比较机关化的 一般我们用公务员 公务员 服务员太低了 专盘自己叫服务员 所以王兆时先生 以后心情也不爽 不爽 吴清廉也给他当个右派 他要 一般讲 他要赖得住寂寞 要赖得住寂寞 不是所有人都能赖得住寂寞 知识分子也有很多问题的 知识分子自身有很多问题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胡老先生呢 以为来集会了 他觉得毛主席开始批判周扬了 不喜欢周扬了 他就给中央上书 谈他对建国以后文艺界的若干问题的看法 长达三十万字 说称三十万元书 这个老先生呢 一写就写个三十万 拿着看 这些领导人一般你要给他一个 最多不超过五百字的一个摘要 都是这样子 没有时间看这么多 当然如果他要看的时候 你再给他一个比较详细的摘要 如果看全文 再配一个全文 三十万字 很恐怖的 所以递上去他还是心怀幻想 这个这个他以为上面可能接受的 好几个也没有反应 其实是都在研究研究 正在研究怎么对付他呢 那么这个 这个胡老先生 这本书 这本三十万元书 现在出版了 我们有好几个版本 好几个版本 最早的版本是八零年代 广西立江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先是对胡芬的这个 给他的这个 带的这个帽子呢 是叫反马克思主义 反马克思主义 先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以后不断上升 最后上升到一个级别 称他是国民党特务 反革命集团 反革命集团 那么 胡芬的这个 他的追随者 因为胡芬是一个巨大影响的人 刚才我讲 胡时之是覆盖性的影响 胡芬先生 对1949年前的 中下层的 带有左翼情怀的 那种大学生小职员 苏殿职员 有巨大影响 他是偏左翼的一个知识分子 胡芬是左翼知识分子 但他又不是 完全党化的知识分子 大家理解吧 他是一个左翼 左翼 但他又不是延安左翼 他的差别就在这 所以他在广大国统区 有巨大影响 有巨大影响 但是他现在 他的范围 是中下层的 不是那种北大的 北大圣约翰的 毕业的学生 不看他的书 大家理解吧 北大圣约翰 他们看杨书 或者喜欢胡芝 都是比较偏低一些的 中小城市的 喜欢胡芬 他比较愤怒 比较批判 比较批判 大家理解吧 这个当你一个人 没有饭吃的时候 吃了上一个 没有下一顿的时候 他是就愤怒的 他就是愤怒的 毛泽东主席也讲过 他经常在北京 有一段时间 是吃了一个 早上一个烧饼 晚上很吃 还没有东西吃 那肯定愤怒的 他然后自然的 就恨这个社会 他有一个这个 认识途径的 当然我这里要讲 胡芬 最后和他的追随者 以及我们文化界的 所谓胡芬派 特别是诗歌界的 一个叫七月派 全部网成胡芬分子 全部送进大狱 送进大狱 比较重要的 有两个老先生 一个老先生 今天还在 就是我们文化界的 非常有名的 一个学界大师 上海的王源化先生 王源化先生 也坐牢的 55年 做了57年 做了两年左右 还好 很快解脱了 第二个老先生 是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贾之方教授 贾之方 他前几年去世 当然很多很多 这个著名的 胡芬分子 一大堆 我们南京 南京发电厂的 一个厂长 见过以后 是南京发电厂厂长 也是一个老同志 是个地下长 哪知道 他这个旧社会的时候 他大概初中毕业 也喜欢看看诗啊 歌啊 所以居然就跟胡芬 写过信 从此也当了胡芬分子 坐牢很多 只要是跟胡芬 有任何联系 有书信联系的 差不多 都给网进去了 都给网进去 那是一个严酷的 肃煞的年代 一方面是热烈的 热烈 所以我们看历史 要多重看 一方面是朝气的 充满 整个社会是一个 所谓心心向荣啊 等等啊 万象更新啊 同时又是一个 在某些方面 又很肃杀 肃杀 因为他绝对的强调 思想一致性 思想一致性 啊 所以我们当 当你看到热烈 举国一致 你他有个前提 就是思想的 完全的一致性 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都会被 秀就灵敏的 你的同学 你的老师 等等 立即发现 立即发现 比如说某个大学大学生 曾经因为文学爱好 跟一个胡分分子 写过信 有的胡分分子 比如说天津日报的文艺版 主任 你要投稿 给他写信 完了 你就是胡分分分子 请你进去 这没办法 革命时代 没有办法 进去以后 经过党的调查研究 两年以后 差不多了 你没事 接受教育了 但是你已经做过两年 这都是这样子情况 那么我刚才讲 这个事情的背景 是历史上 他和周扬 有分歧 更重要的是 和毛泽东主席的观点 有差异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 高度强调思想一致性的领袖 他非常的在意 知识界的著名人士 在思想观点上 是不是和他一致的问题 特别是建国以后 当然建国前的 有代表性的 和他的背 曾经有代表性的那些人物 如果不再建国以后 就四九年前 他和毛主席思想的背离方面 做出深刻的检讨 那么应该讲结局都不好 有希望的 有机会的 就是给你有过机会 你要检讨 但是你不检讨 那就是 就是像胡风 那我下面要讲 是什么呢 也是牵涉到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1942年讲话 毛主席很在意 这个他自己的东西 当然我们很多老师 很多学者 也很在意自己一篇文章 爱不释手 越看越好 有的老师 我不是讲全部 这个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人看到自己 很多年前的东西 根本不要看 感慨遮起来 不看 不好意思看 这是很多 也有的人呢 是越看越爱 小时候写的文 作文都觉得好 不同的 人和人不一样 大家理解吧 毛泽东主席 对自己的文章 是特别在意的 在意 很在意的 我们知道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提出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非常有名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听没听过 他说和工农大众相比 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肮脏的意思 不是原话 因为虽然农民身上脚上有流食 但是他们实际上思想干净 这不是我的 不是原话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像这些东西都是惊世骇俗 大家理解吧 40年代这种思想一出来 解放区的同学接受好一些 因为已经经过了几年的革命改造 你要对那个国统区的一般人来接受 他有的时候他要有个转换 要有个过程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长期的改造 等等等等等等 胡芬先生呢 他都不这样认为 胡芬先生他认为 面对旧中国 特别是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 知识分子应该是发扬人的主观战斗精神 人的主观战斗精神 不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主席强调的是 集体主义 个人是渺小的 微不足道的 对不对 个人是应该是什么呢 是革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 也是讲话中提到的 革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 刘少奇同志呢 以后把毛泽东主席呢 这个这段言论呢 用更通俗的话强调了 在55年56年强调了 就是我们都要做党的训服工具 训服工具论 这是特别有名的 55年以后 所有老教授大学生 大家都说 我们都要做训服工具 过去那么傲慢的 那么骄傲的 那些刘洋的知识分子 都口口声声 他要做训服工具 这个过程是不得了的 解放前他们的感觉 怎么可能 看到蒋介石大腿敲二腿的 很多人 蒋介石召见的时候 大腿敲二腿 大家理解吧 哪像我们现在一些 做半个屁股啊 你们知道吧 做的不一样的 李登辉为什么 对蒋经国看到 李登辉在 跟蒋经国 这么长时间的时候 从来没有坐过满沙发 只坐皮肤坐 前面一点点 当个总统以后 才坐下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 虽然到了二十世纪 虽然到了二十世纪 大家理解吧 说一个是要做训服工具 一个是胡芬提出的 人的主观战斗精神 这是尖锐的和毛主席的观点 对立的 对不对呢 他这个人的主观精神 就强调了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 那个强调的呢 是功龙的先锋性 知识分子的渺小性 好 这里我不展开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冲突 第二个重要的冲突呢 毛泽东主席提到了 革命文艺的方向 是功龙兵方向 对不对 其实呢 当然毛主席不好叫 龙兵 龙功兵 其实就是龙兵 以龙兵为中心的方向 因为根据地 没有什么功人 大家理解吧 根据地没有功人 所以但是 我们的规定性 规定是功人阶级 所以还要把功人阶级 放在前面 放第一个大写字母 其实没有功 实际上就是 以龙兵为方向 可是胡芬先生 不 这个胡芬先生啊 他低剧将心 他是个理论家 他说他看到的更多的是 长期的专制主义 或者当时也有这个词 叫分建主义 这是使我们的普罗大众 满身创伤 创伤啊 每个人都不对头 叫精神 长期的精神奴役 大家理解吧 所以我们看 我们看不到一个 生活中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 小说中 电影中 告诉我们的高大全 就是文革中一个词汇 又高又大又全的一个人物 叫高大全式的人物 听没听过 高大全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那个普罗 他虽然有良善的一面 可是他又是基督自私 他又是心格狭隘 我们经常看到是这样的 这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对不对 就是伟大的平下中农 他身上有很好的那些 朴实的一面 也有非常狭隘的 自私的 顽固的那些面 我们更多的能看到 是那个专制社会 给他带来的 专制主义思想 给他带来的 精神上的奴役 而胡先生 居然在四零年代初 就提出来一个 叫 精神奴役 这个概念 他说我们要写功能兵 我们写来写去 怎么写 我们这也不是根据地 也看不到 根据地的那种 伟大的功能兵样子 我们应该反映 人民的被奴役的 精神被创伤的内容 大家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以后用他的观点 写出来一个东西 叫陆林啊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文学家 以后被打成 无分分子坐牢 坐的时间太长 他就会是精神失常了 陆林是个悲剧 陆林写的 与农民啊 写的是 带有歇斯底里性 歇斯底里啊 当然 我觉得可能也有问题 他也不是完全 太了解农民的 所以人太复杂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同学们你们都要知道 所以我们 要有人文理喻 我们要多学知识 才不会使我们成为偏执狂 偏执狂太可怕了 不管你是思想什么 我们千万不能成为偏执狂 大家知道吧 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们都应该知道 真是索性 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人 昨天我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成为亮的人 我们社会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有希望的 不能产生这种狭隘的 偏执的东西 我们看社会 还是要看到 有阳光的一面 温暖的一面 大家理解吧 就马家绝 早几年也是个悲剧啊 是不是叫马家绝吧 都是悲剧啊 所以大学 蔡元培先生讲的非常好 培养的是什么 健全的共和国民之性格 不是完全是学知识 学知识你可以在家里看文书嘛 对不对 主要是要培养 健全共和国民之性格 共和国民之性格 蔡先生1912年 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 就提出来这个观点 我觉得一点不过时 现在都快一百年了 完全不过时 健全的国民性格 这个呢 就是要我们学会 像蔡先生讲的 兼容并包 兼容并包 都不要固执 好了 这是我扯远了 所以这个 那么这个 40年代 毛泽东主席对胡锋 胡锋在 他是在重庆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 当然不能马上就开展对胡锋的批判 但是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行动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对胡锋的一个在党内的追随者 不是追随者 思想有共鸣 就是著名的外交家 乔冠华 乔冠华同志 在重庆时期是周恩来的这个代表团的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员 他也好一个五文弄墨 喜欢五文弄墨 所以他在某些观点上和胡锋形成沟通 所以1943年1944年 延安就发电报 指示 重庆代表团对乔冠华的 错误思想进行批判 所以没有放松的 虽然当时共产党还只是 去布地区 但对这样的事 对思想一致性 从来是一天都没放松 乔冠华就在43到45 在重庆 由董必武同志领导 对他进行了思想帮助 他写过检讨 写了检讨 那么 乔冠华当然因为检讨深刻 因为周恩来总理的 周恩来同志的保护 也就过去了 过去了 最多是说他是 只是一个党内才子吧 党内才子 优点资产就去思想 算了 那么胡锋先生呢 这个 毛主席1945年到 到重庆来的时候 他好像也没有 向毛泽东主席 表达一个他的承认错误啊 他也没有 因为当时 大家都不知道 毛泽东主席会四年以后 登上天安门 大家理解吧 1945年8月 中国绝大多数人 毛主席自己也没有相信 他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想到几年以后 就老人家上天安门了 所以那个年代 有长远眼光的人不多 不能怪大家 但是呢 有的时候做一些小事 毛泽东都是记住的 在毛主席 这个到重庆的时候 郭沫若看他没有手表 马上把手表给他 手上一个英国什么 英格拉奥什么 搞不清楚一个牌子了 拿下来就 就给毛主席 毛主席带了一辈子 这就是郭老先生 这个当然 郭老先生绝不是说 他知道四年以后 毛主席要策 不是的 是思想 思想接近 思想接近 所以建国以后 毛泽东主席 对郭老是非常照顾的 他家里面的条件 是非常好 住在过去的 那个王府里面 困难时期 同学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 那个粮食多么的紧张 粮食 粮食 知道吧 吃饭的粮票 粮票是 农民没有粮票的 农民是没有粮票的 那么城市里人 有粮票 农民到城里来 除了要饭 真的是没办法 真的是一点办法 因为没有粮票 胡郭摩洛同志 加的粮票 连卫生间里 到处随便的摔 就到处都是 就粮票已经多到 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是深受 国家重视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 所以这些东西 他物质从来不匮乏 物质不匮乏的 所以 所以 我这里不多讲了 那么刚才我讲 这个 1945年 胡芬先生在重庆 跟毛泽东主席是见面的 见过面 但是似乎没有给毛主席 留下好的印象 没有留下好的印象 47年 人民革命快胜利了 但是也还不知道 因为47年48年的时候 毛泽东好像似乎预测一下 大概是我们5354左右才能胜利 1953到54才能胜利 47年左右 党在香港 办的报纸 就开始了对胡芬的批判 所以对胡芬的批判 不是解放以后 47年在香港就进行批判 香港几家报纸都是共产党报纸 就开始批判他了 那么 可是这个老先生呢 他自我感觉很好 他总是认为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我这里稍微提一下 胡芬的这个经历啊 胡芬年轻时候 就是一个左翼激进 他曾经在大革命时期 参加过共青团 但是没有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青团 30年代在日本学习的时候 留学的时候 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 是日共成员 这没什么 但是回国以后呢 也没有因为 他的日共在转为中共 因为那个30年代 在上海的共产党非常紧张 那个那个 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秩序 所以他一直是一个 以党外布尔什维克 这样一个形象出现 那么 这个老先生呢 在我看 当然他很有学问 但是他呢 真的是教条化 教条性的 很教条 写的东西是毁涩 非常毁涩 很难懂 又长 就是 以后写的是不忍作读 当然这是我们 我个人的阅读爱好 应该他还是伟大的 就是 我觉得他写的东西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建国以后写的更难看 什么 根据马林科夫同志告诉我们 马林科夫 大家知道吗 斯大林选的接班人 叫马林科夫 才干了一年多 给赫鲁小夫 把他搞掉 所以马林科夫同志 在53到55年 我们中国所有大学生都知道 上街游行的时候 一个拿毛主席 一个拿马林科夫 叫马同志 所以 54年左右 还是马同志 还在台上的时候 所以这个 胡芬就是 马林科夫同志 教导我们 什么什么 恩格斯教导我们 也是看的是 内力不得了 全是这些革命的 不是马克思 就是恩格斯 然后是马林科夫 比较教条话 但不管他 他是一个理论家 文艺理论家 那么 49年的时候 老人家呢 是 回到国内 他当时自己是知道 他的特殊情况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公布了 胡芬先生 1949年日记 他知道 他知道北京 知道解放区都在批判他 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回来 其实在我看 胡芬先生 如果不回来 就在香港 党对他一定好 把他作为一个爱国的 左翼的知识分子 再使用 大家理解吧 回来以后 就是用新的标准来要求他 如果在香港 他再可以继续发挥他作用 我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近代 30年代 有个著名的一个文化人 叫曹巨仁先生 知道吗 经常给鲁迅写事 写东西的 曹老先生 他是1950年 我们上海政府 同意他 批准他到香港定居 曹先生呢 他非常的 仰慕人民革命 但是他自己讲 他心中的那个 对希腊自由民主的追求呢 又不能把他克制掉 大家理解吧 他热爱新中国 但是他自己不愿在新中国里生活 因为他太爱希腊罗马式的那种 希腊式的那种 比较奔放自由的生活 所以 组织上批准他 到香港 他在香港一方面做左派暴人 经常回国来采访 有的时候为了支持他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一次 抛一点料给他 然后他就在香港 就抖起来了 大家理解吧 就抖起来了 你们看过凤凰卫视 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叫曹景秦先生 曹景秦的爹 就是曹景秦的爹 好 谢谢一会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呢宣布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文艺队伍的大会师 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文艺队伍一支是延安的革命根据地的队伍 从革命根据地来的这批同志 就是周阳啊丁宁啊等等等等这批同志 第二批呢就是以毛邓先生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 左翼文化的国统区的革命文艺战士会合了 那么会合了以后呢要做个报告 做这个报告呢周阳同志啊毛邓同志都做报告 这个报告当然是经过领导同志审阅的 就是不点雷的已经开始了对胡芬的批判 就是新中国建国前夕就已经开始对胡芬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了 那么胡芬呢这个情况更不好 所以长期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安排 他这个这个好像以后就给他人民文学当个编委 人民文学做个编委了 总算有个领工资的地方 那么其实这等待他 等待他 等待他 等待他主动做出检讨 我上次就提到1949年10月11月 像这些非常有名的那些大知识分子 什么樊友兰啊 费消通啊 都纷纷在人民日报开始自我批判 检讨我的反动思想 检讨我这20年来的反动思想 胡芬先生自认为是一个党外波尔什维克 自认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他就是个检讨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错 这个人性格也是很倔强的 湖北人啊 我们知道湖北人的性格也是很强的 啊 所以他就不检讨 不检讨当然 给他机会 他如果检讨 深刻的检讨啊 那会情况要好一些 那么 由于不检讨 啊 等到他一年多还不检讨 所以52年就开始内部对他批判 1952年 不是内部了 就开始批判了 那么一开始批判 是把他作为文艺思想中间的错误倾向来批判 也是作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 没有把他立即上纲上线到 无反革命 啊 所以以后呢 这个30万元书出来以后 啊 毛泽东主席给他上纲上的这么高 当然这里面有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当年他的一个 算学生辈的一个人 啊 苏吴先生 今天还在 苏吴先生 老先生 他把胡芬先生给他的私人通信 全部交出来了 私人通信我们知道 有些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更替的过程中啊 总是有的时候他情绪有点不好 有对一些人有些批评 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些评论 那么 这些信 送到毛泽东主席那儿 毛泽东主席亲自编辑 编辑成胡芬反革命集团三次资料 啊 编辑的特点是 简一块 这里简一块 简一块 这样 弄上去 那 那么把它打成反革命集团 国民党反共分子 等等等等 这种结局 是连毛主席最重要的两个文艺界的助手 一个是胡乔木同志 一个是周扬同志 他们都说 他们也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 原来只是批判他一下 没有 没有那个意思 把他送到大牢里去 这样子呢 由于毛泽东主席给他定性 所以胡芬 及其集团 及其分子 全部送进监狱 那 那么 株连非常广 株连很广 这个株连传统啊 呃 有两个背景 一个呢 是从斯大林模式那儿学来的 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传统 两种传统 所以 胡芬的夫人叫梅智 梅花的梅 智 是同志的志 梅智是一个三零年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呃 一个女作家了 梅智先生以后也坐牢 啊 所以 呃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梅智系的文章 是吧 呃 就安排跟他一起坐牢 我讲的这个是宽大的 大家理解吧 他这坐牢不是坐真正的牢房 是坐在这个牢改地区啊 他们两个人可以一个房间 门口有一块菜地 是这样子一种相对宽松的 不是真正的坐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牢 啊 那个牢 所以刚才我讲的高级的高级分子 高级半人坐的牢 是刚才我讲的这种牢 就是啊 有一块地 啊 有一个房间 啊 有两间房间 甚至组织上还派个厨师给他们烧饭 啊 不是一般的 他们都是有名人 而且都是长期徒刑 啊 都是差不多是终身监禁 享受这种待遇的 一个是饶恕食 饶恕食 大家知道吧 我讲的饶恕食也是这个待遇 啊 再一个就是胡锋 啊 就是他们不是真正做的 那个内容的 啊 那么放是什么时候 放的呢 啊 我印象很深 啊 当时我已经是进南大了 1978年12月释放 1955年的抓起来 年初抓起来的 好像三月份 1978年12月 多少时间啊 24年 好像二十几年 中间有一年时间 1965年宣布对胡锋 假释 假释 假释呢 就是从清晨监狱放在北京 啊 郊区 给他假释 假释一年不到文革开始 文革开始以后重新进去 叫二进攻 这是专有名词 二进攻 二进攻 二进攻以后呢 把它判证是无期徒刑 一开始原来不是无期徒刑 十五年还是二十年 啊 连周扬都感到很吃惊啊 因为在五十年 他的宣判 这是破 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 他是五五年抓起来的 宣判是在六五年宣判的 关了十年才判 判的时候 周扬还提出过 要防止他当时就晕倒 啊 已经做了十年了 啊 那么七八年十二月是什么时候呢 是党的 划时代的 时代转折的 那个会议 是一件三中全会 召开期间放 在这个会议上放的 不仅是他 还有好几个人 都是这个时候放的 都是三中全会放的 陆定一 当过二十多年 中宣部部长的 也是这个时候放的 三中全会开会期间放的 所以像他们这种 毛主席定下的铁案 如果不是重大的 大的德局发生变化 是要坐牢坐到死的 当然毛泽东主席 他觉得他还是比 应该 当然我们这样客观地讲 就是比斯大林要好得多 为什么呢 斯大林一下子全部抢比 全部解决 一次解决 毛泽东主席 基本上不搞一次解决 所以你要有福气 叫自求多福 你有福气 熬过来 熬过来呢 那就是你成功 像波一波同志啊 杨山坤同志啊 都是关到1975年才释放的 关到75年 他们这些老同志 党内都正经验丰富 所以有时 就是过去我讲过 就是他们比较有经验 所以他们经过 好多年的这种折磨 也没有 也没有神经错了 大家懂吗 知识分子类的 基本上神经错了 神经错了 胡芬先生出来以后 神智是 有时清醒 有时混乱 一半时间是糊涂的 就是神经严重的精神分裂 所以 比较一下 就是 酒精考验的 无产级革命家 基本上 因为他们见过的太多 大家知道吗 见过的太多 他们过去也搞过别人 自己最后也是这样 所以他的那个心理承受 能力大一些 好了 紧接着这个 当然这个性质 我们讲 是一个明显的是 冤假错案 80年代 党中央平反的 完全平反 明显 就是完全道道基地的 冤假错案 把思想上的稍微一点差异 上升到反革命集团 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是应该永远 作为一种教训 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治 紧接着这个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毛泽东主席的 那个文学的 那个功力非常强 他把胡芬这件事情 就很快的 就用非常活泼的语言 说了 国民党的分子 这些反动派 像铁扇公主一样 钻进了孙悟空的肚子里去了 不不 我讲反了 就说他们都是 钻进肚子里面去了 所以现在要从胡芬分子 这个事情开始 清理党和国家机关 军队 国有企业中的反革命 从胡芬 紧接着带了 全国性的缩版运动 缩版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运动从55年开始 那么首当其冲呢 也要做一个 先抓住两个人来 这两个人呢 就是很有名的 是上海的领导同志 一个叫潘汉年 一个叫杨帆 潘洋事件 潘洋事件是紧接着 胡芬事件以后 揪出来的 所谓国民党大特务 那么 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多讲了 具体的 罪状是通敌 通敌人啊 私通敌人 通敌 国民党特务 杨帆 杨帆同志 从1955年 一直抓到 1978年 78年 杨老同志 是老革命 但是 神经也错了 也错了 他是1978年 是陈匹显同志 做湖北省委书记的时候 中央才知道 原来杨帆同志 是关在湖北的 一个劳改农场 从湖北的劳改农场 把他释放了 他是前上海公安局局长 借过初期的 对革命有重大的贡献 一个劳同志 潘这个 潘汉年呢 这个非常可惜 潘汉年的夫人 这个 1977年 没有等过来 他没有精神分裂 但是身体是受不了 是1977年 死在湖南的劳改农场 湖南 所以再等一年 就 就没事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 潘同志呢 夫妻俩也没孩子 所以是一个特别不幸的 令人非常 这个很多老同志 提起来都是令人心碎的 就是他们的 这种情况 早几年有一个电视剧 叫潘汉年 拍的相当不错 早几年拍过 这几年可能不会再拍 这样的东西了 主要是1982年 陈明同志出来讲话的 要不是陈明同志出来讲话 潘汉年这个冤案要冤到底 冤到底啊 为什么呢 因为潘汉年是28年以后 28年和30年代初期 他是 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 特科大家听过吧 党的情报的 素反的组织的 成员 他的历史上的问题 就是 就有一件事 就是1943年 在南京见过汪精卫 这件事情没有向组织交代 1955年 他向毛主席交代了 交代以后 抓紧 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 站在毛主席的角度 是不能容忍 是潘汉年犯了严重错误 我也是这样认为 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情 为什么呢 1943年以后 国统区日委 都传出一种说法 攻击共产党 和日本有联系 有联系啊 当然 那些所有的 就是联系室友 是为了这个 为了什么什么等等啊 革命啊等等啊 但是联系 没有联系到 这个一个层级 我们是联系 联系到汪精卫 以下的层级 汪精卫不能联系 大家理解吧 臭名昭著 不能和这个大汉奸联系的 汪精卫下面的 什么李四群啊 这些人可以联系 因为李四群等人过去 也是共产党 这个可以利用敌人矛盾 等等等等 所以抗战时期 我们新四军的很多老同志 看病 都是到上海去看的 怎么看的 就是从苏北到上海 我们有一个秘密交通线 这个秘密交通线 从来没有破坏过 就是由 这个党的这个策反工作 情报工作 统战工作的顺意 成功 像素育同志 还有这个素育同志的夫人 包括一些老同志 生孩子了 不是老同志的太太 夫人生孩子 都到上海去 上海条件好嘛 对不对 那这条县子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 南京到上海 这是日为统治的中心地带 中心地带 要没有关节 没有内部关节 根本走不了的 那么说明成功 这个打通这条线 是潘汉年同志和杨帆同志 绝对有功劳的 这是中央同意的 授权的 但是没有授权理去见汪静蔚 这是违背的 再一个呢 这个即使见过 马上回来要说 马上回来要说 不管延安是怎么看的 你要交代 这个事情不能理解的 所以潘汉年没有 到1955年才谈 当然我们说这件事情 说有人讲 这是跟潘汉年 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 性格有的时候 有点软弱 动摇 等等等等 有关系 这个我们不展开 所以 以后 长期以来 40年代到70年代 台湾的国民党 中苏关系不好以后的苏修 都拿这件事攻击 毛主席 当然他们还不知道 潘汉年 就说中共高层人员 见汪精卫 这个风声传得很开了 文革期间 莫斯科广播电台 不断地报这个消息 不断地报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毛主席 不能原谅他 所以潘同志 尽管革命功劳 不得了的功劳 但是是坐牢 坐牢死 坐牢 他的太太呢 是无辜的 董惠同志 非常不顾 太不简单 董惠是香港 大资本家的 大银行家女儿 今天是回忆所思吧 大银行家 有钱的不得了的 一个大银行家女儿 居然是钱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 就是一心要搞共产 这是那个年代才有 所以那些年代 我们一些工农老同志 当然不是工了 就是农民老同志 农民老同志非常不懂 所以把这些人 基本打成特务 他们是从他们生活逻辑出发 我们参加革命 是因为没有饭吃 你们这些都是资本家的女儿 什么公子 哥儿们 居然参加革命 肯定是有目的 肯定是特务 他们是从自己的生活逻辑 推理出来的 大家理解吧 事实上 我们的共产党的 很多领导同志 真的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对象 很多很多 董惠是个很典型 这是个悲剧 那么苏凡运动 从这个潘洋事件开始 全国大面积进行 在一千多万人中进行 主要是在我们的党的机关 军队机关 大专院校 国有企业 清理这个反革命 那么清理反革命 包括从大学生中心 大学生中心 这可以理解 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比如说你是1955年的大学生 你的高中年代是在什么时候 是国民党时代 对不对 你有可能是搞不清楚吧 所以跟我们这个身在新社会 长在新社会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专门词汇 是70年代以后 我们有个专门词汇 就身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这是我们专有词汇 就是跟这些旧大学生不一样的 你虽然是1952年的清华大学生 你很可能也是个反革命 因为你的前面是在49年前 对不对 所以大学生也是 缩反的对象 缩反对象 那么这次缩反运动呢 历时是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一点 当然 大规模的对外公开的这个缩反 是一年多 内部缩反一直缩反到60年 60年61年 他是不宣传了 前面是公开宣传的 以后缩反到所有工人 每一个层面都有 那么我下面会 现在不专门讲缩反 以后讲到反右的时候 会提到缩反 缩反运动用毛泽东主席的话 讲成绩很大 缺点也不少 缺点也有了 那么党的方针是 有反必素 有错必究 听懂吗 这是一个方针 有反必素 有错必究 有错必究 但是很遗憾 那个年代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 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思想 阶级斗争奔得非常紧 什么叫反 什么叫不反 没有明确的标准 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大家理解吗 这反革命和不反革命 搞不达清楚的 这很模糊 很混乱 所以呢 当然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 出现了冤假错案以后呢 那么 组织上呢 一般都是在一年多以后 这些被清理的同志呢 都放出来了 都放出来 都放出来以后呢 就是没有对他们进行公开的道歉 所以这批同志呢 以后成为反右时期 对党提意见最多的人 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他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 说了理了 说了理了以后呢 一般不送公安局 分不同情况 这是毛主席的和斯大林的区别 斯大林是全部送到公安局 或者是基本杀掉 或者留一半送到西伯利亚 斯大林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的 很简单 简单 粗暴 所以西伯利亚好几个城市 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我们知道 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学定义的同学 在远东地区 有一个城市 很有名叫贡清城 听没听过 贡清城怎么建立起来的 对啊 都是这个三零年代以后 到五零年代的 贩人建立的一个城市 著名的贡清城 这个不一样 所以毛泽东主席呢 就是这个时候 基本上采取的政策叫 一个不杀 大步不捉 大步不捉 要看你怎么理解 他这里讲的捉 是指送到专政机关的捉 而不是指 与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 缩反路线 我们的革命缩反路线 是什么呢 就是群众运动 和专门机关相结合 比如说 我们这个工厂 现在发现了三个 反革命协议 当时不够到公安局 就给他在工厂里 扮演一个给他抓起来 关那个房子里 然后我们对他 听了警员审讯 这种方式是群众运动式的 缩反路线 严重的送公安局 那就是我们选一些 出身好的 思想好的同志 对他们24小时看守 就这样子 这个是从50年代初期 特别是缩反运动以后 成为一种经常性的 一种工作方式 经常性的工作方式 发展到文革 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群众专政 专政有两种 一种是 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专政 一种是群众专政 群众专政 今天我们在78年以后 我们不用这个东西了 那是非常容易破坏 无产阶级法治 革命法治的 群众是盲目的 他们也没有政策偷牢 就是捆绑吊打 什么都会的 所以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所以以后就不用了 那么好了 这一部分我就讲完了 我下面这个停一两分钟 我就要讲这个反右运动 好的 好了我下面开始啊 这个1957年的反右运动 这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 影响极其深远的 一场正确运动 这个运动 在国际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也是独特的 唯一的 唯一的 大家理解吧 苏联 东欧 朝鲜 越南 都有过对资产阶级 或者是反党知识分子的清理 但是没有形成一次大规模的运动 它是 它就是日常性的 日常性的 那么这在 社会主义国家中间 是唯一的 唯一的 那么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那是太大 极其的 造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现在不给它定性了 那么 我们用一个客观的词 就造成非常复杂的 极其严重的影响 什么影响 你们自己去判断 那么 要说到1957年的反越运动 必须要讲它的背景 就是从56年讲起 1956年 没有56年 那个另一系列事件 就不会有57年 那么1956年 是我们新中国历史上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年 关键性的一年 这一年 就是执政党 在许多方面 开始做出政策调整 五六年 对之前的政策 开始做出调整 也就是 我们说 这些重大的政策调整 都和57年的 第二年发生的事情 有比起联系 我下面会讲 做了哪些政策调整 这是我们讲国内 国内是做出重大政策调整 1956年 刚才我提到的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是55年开始的 到56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差不多停止了 就是因为 出现了56年的新情况 这场运动 搞的时间不长 马上停止了 做到国际国内环境的牵制 本来可能还要搞的时间长的 就是55年的肃反 停下来了 那么我们讲 最大的 一件事 就是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 对斯大林的批判 它不是一个苏联的事情 震动全世界 震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 也严重的震动中国 那么我讲到 这个国内的政策调整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 就是1956年的1月 经过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中共中央在北京 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 叫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全国知识分子会议 这次会议做报告的 很遗憾 不是毛主席 如果是毛主席做报告 就要好一些 毛主席当然 可能是他不愿意 做这样的报告 所以是让周恩来做的报告 周恩来做的一个 代表中央做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 就是宣布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周恩来做的 周恩来做当然也很好 但是如果毛泽东主席做 更好 因为毛主席的发言权最大 含金量最高 大家理解吧 周总理做了以后 一年以后推翻 没用的 所以第一号是毛主席做 第二是刘少奇做 第三小平同志做 他们的分量都要比总理要高一些 就是我下面要继续谈这个事情 总理是党内对知识分子政策 最理性的 今天看也是最站住脚的 是周恩来 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最好的那个看法的是周恩 那么当然这个报告是毛泽东主席同意的 没有他的同意 是不能做出这个重大的政策宣布的 那么知识分子 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可是 毛泽东主席呢 事实上是有保留的 有保留 就对周的这个看法是有保留的 他也同意他说了 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同意 并不是完全同意 因为毛泽东主席紧接着几个月 他就 就推翻了 就当年就推翻了 当年的八月份就推翻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知识分子 应该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 所以不存在一个小资产阶级世界观 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 当然他是在党的会议上做的 没有向社会宣布 而总理的报告是在社会宣布的 全面宣布的 那么 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同意的这个报告 认为呢 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 建国以后的这么多的运动和斗争 基本上已站稳的立场 立场已经站稳了 他们都表示拥护党 都拥护新中国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那么我们新中国呢 需要 他们 一起来建设 向科学进军 所以1956年提出一个重要口号 叫向科学进军 国家建设 离不开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我们全国知识分子多少呢 500万 500万知识分子 好了 就是我们讲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变化 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个变化下 全国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纷纷申请入党的热潮 高知入党 比如说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刘先舟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 我们南京大学一批老教授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就是 专门选了一批 就是经过改造 已经很热心的这个表达 他们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专门选了 各行各业都选了 比如说梅兰芳 入党了 这是对社会影响非常大 大不大 非常大 很多老教授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五六年入党 有的老教授入党申请书 一写写二十万字 我也看过 写激动写的很多很多 交代自己的历史 所以刚才我讲金月龄先生 前面提到金先生也是 他们都是这个时候入党 五六年很不错 知识分子正在调整以后 国内形式很不错 又提出来向科学进军 这整个气氛 上百年气氛的 一二月份的气氛 很不错 哪知道很快 来了一个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一来 来坏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 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 二十大的公开会议上没有提出太多的新东西 有一些新东西 当时中共代表团团团长是谁呢 是朱德 副团长是小平同志 事实上把关的掌舵的是小平同志 朱德是象征性的 那么 会议最后一天 赫鲁晓夫做个秘密报告 第二天就把文本送给中共代表团了 第二天就送了 所以对兄弟党还是非常的传达的 但是事先这么重要的批判斯大林 没有跟中共打招呼 也没有跟世界上任何国家共产党打招呼 当然他们说这是他们的事 但是毛主席讲的有道理 斯大林不仅仅是你的事 也是全世界共产党运动的事 所以应该打招呼 打没打 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出来以后 震动 首先我们不讲震动全世界 全世界是到五月份才知道的 1956年的五月到六月 美国特务情报局 从波兰知道这个报告 从波兰 我们国内呢 是党内当然知道的 党内毛泽东主席很快知道 以后传达到13级干部 到了第二年的57年反右运动 北京大学有一个历史系学生 自己认为自己英文好 这个人很不幸 沈元先生 非常才华横移的一个史学 以后是一个历史学的一个研究者 沈元先生 他英文好 他就把北大图书馆的美国共产党机关报 公文日报上刊登的 赫鲁小峰秘密回忆录 秘密报告翻译成中文 张贴在北大校园 沈元先生当然被打成有害 62年63年以后 才华横移改造很好 摘了帽子 但是文革中间遭受残酷的批斗 沈同志是一个很 应该讲很清楚的人 但是我刚跟一直说 很多人都会糊涂的 他把自己脸上用鞋油 抹成黑人 抹成黑人啊 跑到马里共和国住北京大使馆 还没进去就可以送出来了 沈元同志1970年被枪毙 全部罪状是翻译了这个秘密报告 所以今天我们的同学太幸福了 资讯这么多 你到哪里词文都能看到什么东西啊 那个时候不可以的 高度强调思想与自信 高度强调 沈元是一个极其 非常可惜的一个才华横溢的 一个这样一个年轻人 跑到马里大使馆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当然我不要批评他 可是他肯定是绝望透顶了 绝望透顶了 才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中书关系 就是最恶励的时候 苏联政府也从来不收留中国的这些 这些人的 他马上把他送回来 都送回来 送回来以后就枪毙 唯一的那时候 当然 就是那个特定年代 只有 就是南边的香港 香港还有一个 当然他也不是所有时候都收留 定期返还 定期送回来 但是他有的时候收留 那几个什么东德 就是什么苏联了 朝鲜了 都送回来 都送回来 他不要的 毛主席的反应 一是他觉得是个好事 好事 他说赫鲁小富士人胆子真大 盖子揭开了 揭开了盖子 第二个呢 也说他闯了一个大祸 大祸 这个大祸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美国的共产党 基本倒台一半 怕台一半 左翼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欧洲 欧美共产党啊 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 工人中只有一小部分 大多数工人 是被黄色工会所吸引的 大家理解吧 美国有个叫 惨莲老莲 美国工人 对这个什么共产党 也不感兴趣的 他就要关心 他的工资高不高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参加这些 欧美共产党的 基本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看到 斯大林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主席 他也感到他也说过 这么黑暗 毛主席都觉得黑暗 他们 欧美的 毛泽东主席说过的 他说过很多话 他说过这种事情 是在欧美国家 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说的很正确的话 他有时候说的话 是很正确的 所以像瑞士共产党 全部倒台 他排了 闯了大祸 闯了大祸 五零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 叫法斯特 非常重要的 是当时苏联的座上课 也是中国的座上课 我们把他认为是美国 互产阶级的优秀的 知识分子代表 也是苏工二十大以后 退党 退党以后 我们国立委员还出了一本小册子 赤 叛徒 法斯特 苏联啊 你们可以到图书馆去找 估计找不到的 上面有个小册子 是 叛徒 法斯特 很有意思 本来是好得不得了 就因为他反思大 零下子把他说成是叛徒 所以毛主席呢 态度是矛盾的 但是有一条是坚定的 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 中国式的道 不能完全走苏联式道 所以从五六年开始 他开始探索 用我们今天话讲 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作为这个重大的思想思考的结果 就是五六年 他有一个重要谈话 就是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 第二点 毛泽东主席对苏联批判 斯大林强烈的不满 强烈不满 所以在他老人家的 当然是在他的领导下 以我们人民日报 出了两篇重要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就写得很清楚 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篇 不是马上在苏工二十大召开 发表的 隔了好多个月 全世界都在等中国消息 中国没有消息 中国没有消息 大家当时就发现了 毛泽东对他 这个是有保留 东欧的他的那些孙子党 就是儿子党 大家知道了 东欧国家都是苏联党 苏联培养出来的 所以马上就表态支持 中国是隔了三四个月 才有人民日报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还比较肯定苏工二十大 第二篇文章 基本上就全面维护斯大林 就五六年十二月份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第一篇论经验不一样 那么第一篇呢 说斯大林是有错误 斯大林错误呢 一个是农业 农业错误 因为搞了社会主义 搞了几十年 居然苏联农业 还不如1914年 1914年是一战之前 一战就是俄国正常水平 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 农业是什么集体化 农业还是1914年 这真的不行 非常失败 再一个就是二战的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是犯了错误 这个我们也不详细讲的 像中国同志 我们今天都知道的 我们中国的同志 秘密情报人员都搞到情报 毛泽东主席发给斯大林的 斯大林都没有相信 就造成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的失败 第三个错误 就是肃反扩大化 这是专有名词 叫肃反扩大化 当然到了后一篇文章 肃反扩大化基本不谈了 毛主席在内部会议上讲 就翻过来了 就是肃反杀的人太少 要杀得多的话 就不会这样子捞 就是赫鲁小鹏把他杀掉的话 就没事了 当然毛主席没讲这个话 就是一个就是多了 年初是讲肃反扩大化 跟到苏联人讲的 讲的温度是比较 就是没有什么批评色彩的 批评色彩很弱 到以后就改口了 改口 那么毛主席态度是 当然还有一个方面 这是毛主席特别在意的 就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 斯大林错 错在什么地方 对中国的干预 中国的几次机会主义都是他的 我们是多少年来为了维护苏联的威信 为了维护斯大林威信 我们从来不批评斯大林 都是批评什么王明啊 陈独秀啊 其实他们都是斯大林的 执行斯大林指示 那么 大概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看法 所以五六年的这个上半年 这个整个情况的是 毛泽东主席呢 一方面就是一则一喜 这他的话 一则一惧 惧怕的惧 对苏联的二十大的一个反应 于是这个 国内就开始出现一种冲动 出现了所谓新气象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呢 特别是在文学界 我们的文人啊 文学界作家 他们最先捕捉到这个变化 其实文艺界 早在斯大林死以后 苏联吹来的风啊 就开始飘到中国来 为什么呢 因为建国以后 我们一直强调 要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 尽管是有很多选择的 但是总提法是要学习苏联 学习苏联呢 苏联在五三年死了以后 1953到1956 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 这个年代呢 以后有一个专有名词来解 给他一个定义 叫解冻 解冻 从斯大林时代的冰川时期 开始纷纷的化动 它是源自于一本小说的名字 苏联有一个大作家 叫艾伦堡 艾伦堡先生写了一本小说 名字叫解冻 就是写斯大林死了以后 苏联社会慢慢复苏 慢慢复苏了 这个词被大家认为是最准确 是53到56 解冻的几年 解冻苏联就开始变化了 由于中苏友好 苏联这些变化呢 开始传到中国来 特别是在文学界 这个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变化 就是什么呢 要求知识分子 特别是作家 干预生活 不要粉饰生活 斯大林时期一个特点 叫粉饰生活 明明是乌克兰大饥荒 饥荒饿死几百万 但是苏联拍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电影 在世界各地放了以后 大家左翼人士都被吸引着热泪长流 叫幸福的生活 写乌克兰大草原的 农民啊这么开心啊 吃了面包流奶啊 然后拉着手分琴唱歌 这非常有名 叫幸福的生活 它的背景是乌克兰大饥荒 但是人们都不知道 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老子嘛 我不讲吗 绝大多数人 这没办法 资讯的 资讯流通不流畅了 所以再加上 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个主题先行的 我希望看到这个东西 希望看到 这边是万恶的国民党 那边是苏联幸福的生活 我肯定选择了一个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一个乌克兰的事情 所以这个粉饰生活粉的太多 太多了 所以五三年以后 苏联开始纠篇 这个粉就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 我们国内刚刚是反胡锋 又是反胡锋 又是余平白 又是什么什么 这个类的 整个空气是高度紧张的 前面讲过 拍清宫秘史的那个建国初 我们的全国电影制片场 一年还有五十几部电影 到了五一年 全国只有两三部电影 就搞运动搞得以后没有人敢写电影了 这一年只出场三部电影 本来运动之前五十多部 一年 所以国内的气氛还是很严峻 但是苏俄的分已经传过了 那么今天到了党中央开始调整政策 特别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呢 一些文学界的人就开始 我们用去打引号的话 叫春春欲动 春春欲动的代表人物 就是今天的大作家王蒙 王蒙先生了 王蒙现在很有名吧 到南大来过很多次 王蒙当然他也好几个人了 王蒙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王蒙就写了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叫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反官僚主义了 这篇小说一写出来以后 整个社会好像有点沸腾的感觉 大家都爱看 都爱看 因为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一个反映社会真实的小说 我们看的都是什么呢 王大妈养猪 都是公式化概念化 王老太什么愤怒控诉美帝 全是这一类东西 十年长了以后 刚刚开始看还可以 十年长了以后不行的 所以老守先生怎么写 老守先生为了他热爱新中国 素反运动开始的时候 他跟公安部部长讲 给他写材料 他来写一个素反电影 任何写来写去写不出来 因为他实在没有生活 他实在不了解我们人民警察 他对旧中国旧北京的老几排查 他真的了解 你们看过吗 那个什么茶馆那些东西了 他了解 我们人民警察群众专政 他根本不了解 最后失败 写不出来 他写不出来这些东西 所以搞来搞去都是什么王大八 所以看到胡神这个 很不错 不是胡神 就是王门这个 大家觉得看的是耳目一新 那么还有一个老作家 也是共产党员老作家 五六年五七年 杂文开始起来了 杂文这个行当 建国以后萎缩状 为什么呢 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一座台会上讲话讲过的 杂文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 没有办法 只有毁涩地用杂文这种形式 所以对杂文这个整个样式不太欣赏 所以建国初杂文不太流行 可是好在有一个中处友好 苏联人在五三年以后 斯大林死了以后 有一种文体开始大流行 叫小品文 就跟我们中国杂文差不多 小品文写的都是什么呢 什么官僚主义啊 批评官僚主义的 又传到中国来 这样子就引起中国杂文的一个兴起 那么有一个老作家叫黄秋云先生 他写了一篇也是蛊惑人心 或者以后批判他的时候讲的 煽动反革命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名字叫 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 你们看这个文章多恶毒啊 当时讲啊 完全跳过党和人民的关系 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 黄秋云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90年代才去世 这个还有一些老同志 都开始写文章了 还有一个北京一个老作家 叫秦昭阳先生 秦昭阳化名何直 他是延安来的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带有理论性的 人人捧毒 我们中文系的大学生 文史则的人都看 包括理科的同学也看 那个年代的理科同学的水平 我当然不要和今天提 因为我不了解今天的 那个年代的理科同学 还真不简单 因为他们的中学教育 是在四九年前的 所以四九年前 因为他这个是他不一样 大学教育是五二年 五三年才搞这个单科化的 建国初还不是单科化 所以我们理科同学 好多人文底蕴 人文知识还是不错的 和六七十年代完全不一样 六七十年代的我们很多理科同学 什么都不知道 除了他自己知道 一个发动机 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单科教育 专才教育的弊端 好在七八年以后 开始改过来了 都改过来了 我刚才讲的是哪一个作家 核直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什么意思呢 重新提出现实主义这个命题 因为都是粉饰生活 什么叫粉饰生活 当时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描写那种 现实生活中还不存在 但是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 代表生活发展方向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王大妈 那个爱国无私 大公无私的王大妈 生活中没有 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 那是自私自利的王大妈 对不对 但是写一个这种 发代表着生活 我们这个社会本质要求的 尽管我们生活中没有 但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 你们看我这个理论怎么样 真的不得了吧 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是胡乔木同志 差不多对不对 胡乔木 他就是 你可以写虚的 写虚的 生活中没有 最后大家都觉得 好像生活中有 所以 秦昭阳的那篇文章 现实主义广阔道理 要求我们回到现实 回到现实 那么 好 这是文学界开始春春欲动 已经 发表文章了 农村也不安身 农村啊 我上次讲的那个合作化 合作化 农民是一个私有的 天生是私有者 他热爱共产党 但是他同时热爱土地 热爱他的一亩三分地 大家理解吗 幸福不忘毛主席 翻身不忘共产党 他也非常爱他的地 现在把他地要收走 也要了他的命 尽管跟他讲一大堆革命大道理 但是农民是很现实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 中央有的时候 一时一讲说 哎呀我们不要强迫命令 好 农民就抓住这句话 纷纷闹退色 闹退色 你不是说要 集体自愿吗 那我们就退色 我们自己就走单杆 我们拥护共产党 很多农民是这样 退色在五六年成为分潮 成为分潮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19五 我再讲十分钟 1956年八月 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是1945年中共其大 十三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了 五六年开八大 这次会议呢 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这个具体而言 第一个 在我们新党当中 把毛泽东思想删掉了 姚依林同志以后回忆 姚依林啊 90年代当过常委的 姚依林回忆说 老人家这件事非常不高兴 对刘少奇同志非常不满意 他呢 是很谦虚的提出来 但是希望大家 劝他接受 就是劝他的 那哪晓得大家 不劝 大家懂吧 他有时候谦虚一下 谦虚你们就当真了 姚依林 姚依林是一个 政治非常正确的常委 他说老人家非常不高兴 第一个这个没有了 第二个 八大党章宣布 专门设立一个 中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给毛主席把位置安好 名誉主席啊 就准备他老人家退休 做名誉主席的那个宝座 这个这个党章都在定下来 当然 这个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具体态度怎么样 但是删去党章 删去毛泽东思想这局 他是不高兴的 那么 而且这次会议呢 也在苏公二十大的压力下 也提出来 也不是压力下了 当时党的领导同志觉得这是正确的 所以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报告中 也提出来 我们也要反对个人迷信 但是小平同志马上说 毛主席是酒精考验的 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女性 毛主席是最最反对搞个人迷信 但是他也毕竟起初来要反个人迷信 而且高度评价 苏公二十大 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 同时肯定毛主席是最谦虚的 但是毕竟是 这是小平同志文革中被批判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 提出反个人迷信 其实小平同志有很多歌颂毛主席的 毛主席他自己知道的 他自己心里非常有素 所以他对小平和赵棋是区别对待的 区别对待 那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次会议提出来 以后就是先进的生产力 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 毛主席参加这次会议 刘少奇做的报告 以后我们才知道 事实上老人家是对这个会议是不满意的 这几年有新的材料出来 八大会议刚刚才开了三天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和刘少奇说 说那个我不同意 刘少奇说已经公布了 这是很有意思啊 这是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 1980年 刘少奇 平反 王光美写了一篇文章 写一篇文章中 这句话没有放上去 1998年 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 王光美又写了一篇文章 同样这篇文章再重新发表 把刚才我讲的这句话塞进去了 很有意思 一个是80年文章 一个98年文章 98年的文章 把刚才的这句话放上去了 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 对刘少奇同志表示 对八大决议的不满意 所以毛主席从那个时候开始 差不多就是要为修改八大决议而奋斗 奋斗啊 果真成功了 1957年7月 就把八大决议事件推翻掉 经过反右斗争就推掉了 那么 毛泽东主席 在这个当时情况下 有一些不愉快的情况 在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方面 由于毛主席在1955年提出来 要快速的什么农业合作化 等等等等 那么 公工农业出现了一个叫冒进 冒进啊 那么在刘少奇的支持下 刘州联手 刘州陈云联手 搞了一个叫反冒进 反冒进呢 是在1956年8月 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授论 这篇授论呢 提出来既要有革命精神 也要稳妥 重点是继判反冒进 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当时呢 那个背景啊 苏公二十大国内的情况很复杂 所以呢 他是不高兴的 他在机语上写了三个字 叫不看了 不看了 刘少奇他们搞不懂不看 不看以为他就不看了 就照样发表 设计发表了 一年以后 毛主席卷土重来 扎住这件事 狠批周总理 放过刘少奇 狠批周总理 就是当时他是隐忍不发 不看了 不看了 反正他很生气 一年以后他讲了 他说是对我的话 斩头趣味 就把我的反冒进的话 弄出去 这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以后批评周总理 你右派还有五十里 你右派还有五十里 好了 下课下课再讲 谢谢 fault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